欢迎大家收听《荣宝斋》 作者 都良 第七十八集 额尔庆尼一副京城大爷的派头 他打亮了一眼雇员 买东西我就不上你们这儿来了 我们中国什么没有啊 你们日本都有什么指导我买的 那您是卖东西了 额尔庆尼点点头 对喽 家里东西太多摆着又占地儿 大爷我腾腾地方 这么说吧 就算是我们家清出来的破烂 搁在日本也够进博物馆的资格 瞧见这个没有 仔细搂了 额尔庆尼从怀里掏出一个玉龙钩 放在柜台上 顾员拿起来看看 哦 看来倒像是东周古玉 行啊 算你小子还有点眼力 告诉你 这是周天子的服饰代沟 少说有三千多年了 那时候你们日本岛上还没人呢 也就是有几只海王吧 在那晒太阳 您打算卖多少钱 给你个便宜价 一千大洋 少一个子我不卖 熊二走过来 拿起玉钩看了看 向中国雇员使了个眼色 雇员心领神会 他说道 这位爷 您稍后 我把玉钩拿进去 给我们经理鉴定一下 额尔庆尼不耐烦了 怎么这么多事 我说嘛 你们日本人永远成不了爷 就这么个小玩意儿 也就是撒瓜俩 早一壶酒的价钱 好嘛 还真事似的 给这个桥给那个桥的 你们经理懂不懂 这一切 宋怀仁都看在了眼里 他想起前些日子 在古玩铺子看到的 额尔庆尼卖的那个送瓶 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中国雇员撩开帘子 走进会客室 他把玉钩递给大岛 大岛给了宋怀仁 宋先生 你给长长眼 宋怀仁仔细看了看 又煞有介事地 用手指弹了一下 放在耳边听听 还用鼻子闻了闻 大岛看得目瞪口呆 他恭敬地问道 宋先生 是真的吗 宋怀仁 尝出了一口气 假的 您瞧瞧 这条攀龙是用刀刻的 上面有刀痕 而东周的玉器 都是历时琢磨出来的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这句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 东周时还没发明铁器呢 哪来的刀子 所以说 用历时在玉上磨出的华文 是模仿不了的 大岛不住的点头 宋先生的眼力和学文 值得钦佩 不过 逼人还有个问题 想向宋先生讨教 看古玉 为什么还要听和闻呢 听是听音响 是否清脆 闻是闻闻 有没有新香的土味 因为古玉 大部分都是出土的 还有 不光是要听和闻 更重要的是看 看看古玉的色泽和尺度 是否符合 这里面的学问多了 几句话说不清楚 大岛先生 我长眼的费用 是五块现大洋 您是朋友 我少收点 您给三块得了 大岛转过身 吩咐中国雇员 告诉熊二先生 教训一下这个骗子 把他赶出去 他又对宋怀仁说道 宋先生 没有问题 我马上付钱 宋怀仁 轻蔑的一笑 刚才我在门帘里 看了一下 我当是谁 闹了半天是鹅爷 这位爷 是个破落户 家里除了耗子 什么鞋也没有 中国雇员 回到前面的营业厅 他对熊二 耳语了几句 熊二脸色大变 胸向壁露 他拿起玉钩 啪的摔碎在地上 俄尔庆尼 瞪起眼睛 嘿 怎么回事啊 您买不买 无所谓 干嘛摔我的玉钩 得嘞 这回 您不买 也得买了 可别说我讹你 一千块大洋 您掏钱吧 熊二一把揪住 额尔庆尼的衣领 你得 是个骗子 良心 打打的坏 额尔庆尼挣扎着 怎么说着说着 就动手了 你松手 不成 咱到衙门里讲理去 大爷我是君子 只动口不动手 熊二恶狠狠的 披面就是几个耳光 额尔庆尼被打倒 他满脸是血的挣扎 熊二咬着牙 一脚一脚 往额尔庆尼的 肋骨上猛踢 额尔庆尼大声嚎叫 杀人了 救命啊 宋怀仁手里攥着大羊 从他身旁匆匆走过 仿佛什么也没看见 额尔庆尼挨了一顿暴打之后 被熊二一脚从大门里踢出来 一头扎在地上 加和商社的大门 在他身后 砰的关上了 路上的行人 都纷纷绕道而行 没有人管他 浑身是血的额尔庆尼 声音微弱地喊着 北平的老少爷们 我让小日本给 给打了 救救我 救救我 临街的几户居民家的大门 都关上了 街道上变得冷冷清清 他艰难地在地上爬着 声音越来越微弱 皇上啊 皇上 这世上可不能没有您啊 没有您 这世道就乱了套 皇上啊 等等臣 臣儿请您 跟您走 他的头一垂 就再也不动了 身后是长长的一条血迹 第二天 徐连春在荣宝斋 找到了张又玲 通报了 额尔庆尼的死讯 张又玲感到十分震惊 什么 额大爷死了 徐连春低着头 哎 可不是吗 本来岁数就大了 又是一身的病 这把老骨头 哪经得住这么大呀 张又玲 一掌猛击在柜台上 这些混蛋日本人 简直是无法无天 额大爷就是再有错 也有中国警察惯着 怎么能把人打死呢 后来呢 警署怎么处理的 还能怎么处理 悬着呗 眼下日本人凶着呢 警署也惹不起 张又玲掏出钱来 塞在徐连春的手里 你帮我买一口 好一点的棺材 把额大爷的后事办了 徐连春流下了眼泪 哇 我替额大爷 谢谢你 他没白教您这个朋友 想当年 额爷是何等的威风 谁知道 竟老这么个下场 可贪可悲呀 张又玲的眼泪 也止不住地流下来 1937年6月 平津地区战云密布 杀鸡四伏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不可避免 只是人们无法预测 它将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以什么样的形势爆发 为了缓和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 6月6日上午10点 继察政委会委员长 兼29军军长宋哲源 在北平中南海淮仁堂 举行宴会 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 驻北平附近部队 中队长以上的军官 由29军在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 日本出席这次宴会的有 华北驻屯军旅团长河边 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 松氏孝良 顾问松岛英勤等30多人 中国方面出席的有 29军军长宋哲源 北平市长秦德纯 37市市长兼河北省主席冯志安 38市副市长李文田 37市110旅旅长何积峰 38市114旅旅长董生堂 独立第26旅旅长李志远 114旅227团团长杨干三等 还邀请了在北平的社会名流 吴佩福张怀之等人 西间宋哲源 秦德纯 冯志安 河边 松氏松岛 英景吴佩福等入座主席 其余的双方军官们各自入座 每桌三四个日本军官做客位 四五位中国军官做主位相陪 此时 除了主席的两桌有说有笑 其余八桌的中日军官出了必要的客套 彼此端着一副巨人千里的脸色 吴佩福虽说已经卸甲归田退出军界 但在世人眼中仍然是个重量级人物 理所当然被安排在主兵席上 这位昔日的大帅今天不大高兴 他很讨厌这些日本人 他自从退出军界后 渐渐开始吃斋念佛 不再参与正事 今天来无非是给宋哲源点面子 久至半憨 一个日本军官要求唱歌助兴 日本华北驻屯军旅团长河边少将点头允诺 这位日本军官便情深义浓地唱起一首 思念家乡的日本歌曲 中国军官们无动于衷地听着 日本军官们的眼睛里却闪着泪花 吴佩福听着烦躁 便不耐烦地问身边的翻译 这小子好什么呢 翻译小声道 他唱的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 吴佩福哼了一声 想家了就回家 还赖在这干什么 吴佩福的声音不高 却很清楚 吓得翻译连连四处看看 怕让在座的日本军官听见 引起外交纠纷 河边少将懂些汉语 他看着吴佩福皱了皱眉头 对身边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 松氏孝良小声说 这位吴大帅很没有教养 松氏孝良笑笑 这位吴大帅号称中国军界的儒将 喜欢五文诺墨 据我们的情报 吴大帅不大喜欢日本人 有抗日情绪 他刚才表现的粗鲁 恐怕是故意为之 将军不必介意 日本军官唱完了 连连给观众们鞠躬 在座的日本军人都抱以热烈的掌声 中国军人也象征性的拍了几下巴掌 日本方面的司仪站起来道 下面我们能否请中国军界元老 吴佩福吴大帅出个节目 中国军人热烈鼓掌 吴佩福耳背 根本没听清楚日本司仪说些什么 便问翻译 他捣鼓什么呢 翻译 他说让您出个节目 吴佩福 让我也上台唱个歌 老子是来吃饭的 又不是来当戏子的 不过 我倒是可以助助兴 吴佩福站起身 笔墨伺候 联欢会现场立刻变得静悄悄的 翻译小声道 大帅筹备这个联欢会的时候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也没有预备文房用品 吴佩福 没有笔纸 那就给我派辆车 到琉璃厂荣宝斋买去 文房四宝 我就任荣宝斋的 宋哲元的副官哪敢怠慢 连忙站起身来 请大帅稍后 我马上去买 随即向外走去 中日双方的司仪商量了一下 中方司仪宣布 等纸笔到了 再请吴大帅出节目 现在联欢会继续进行 下面的节目是 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的顾问 松岛此时喝得有些高了 他站起来大声道 我给给大家舞蹈 驻驻姓 日本军官们拼命鼓掌叫好 松岛是剑道高手 他此时虽说有些罪态 但舞起刀来却不含糊 锋利的日本军刀 在他手里呼呼作响 朝朝充满杀气 席间的气氛 渐渐紧张起来 在中国军官们看来 这就是一种炫耀武力的挑衅行为 他们都放下了酒杯 冷眼静观 事态变化 此时114旅旅长董生堂少将 终于按捺不住了 他扔掉筷子拍案而起 一个剑步跳进场子冷笑道 我也来套八卦掌 陪你玩玩 中国司仪大喊 下面有中国29集团军董生堂旅长 表演中国武术八卦掌 双方的军官都鼓噪起来 董生堂是河北新河县人 他和弟弟董振堂 在中国军界以兄弟将军著称 其弟董振堂比他的名声还大 早在七年前就官居 国军第26军73旅少将旅长 那时长兄董生堂 还在张子忠的38师当上校团长 不过兄弟俩走的不是一条路 1931年12月 董振堂和赵博生 纪振同等人 一起率领26军官兵 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起义 参加了中共盟军 董生堂自幼习武 闪八卦掌 行一拳和血片刀 进入军界后 他训练所部 以八卦掌之天罡部服以刀法 不法灵活 刀法凶悍 董生堂对部队的要求是 一人一步步为奇 一步数人方为能 所以在国民第29军战斗序列中 董生堂部以擅长肉搏战组成 董生堂拱手向四座作一 接着打起了八卦掌 他的拳术刚柔相继 胡胡生风 表现出很深的武术功底 在座的中国军官们大声叫好 110旅旅长何积峰 一口干掉一杯酒 一步跃上空桌上 向宋哲元一拱手 军座 我唱个歌 给董旅长助助兴 宋哲元点点头阴云 何积峰大声唱起黄族歌 黄族音响黄族泉 亚人音众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 作教欧美仙卓边 不怕死 不爱钱 丈夫绝不受人连 洪水纵滔天 执手挽狂澜 方不复识笔 后折先贤 独立第26旅旅长李志远少将 也扔掉酒杯 跳进场子大吼道 我也陪你玩玩 说完 打出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义拳 中国军官们沸腾起来 疯狂的叫好 张又龄听说 吴大帅正在怀仁堂和日本人叫板 需要笔墨指焰 他琢磨着 吴大帅点名要荣宝斋的文房用品 这简直太给荣宝斋面子了 更何况是吴大帅要和日本人叫板 这弄好了就是一条特大新闻 对荣宝斋的名气提升 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事可不能带卖 文房用品让王仁山送去 都不足以表示荣宝斋的重视程度 还是他这个东家亲自跑一趟才合适 所以张又龄二话没说 捡好的挑了些文房用品 随宋哲元的副官坐汽车 来到中南海淮仁堂 大和民族也是个喜欢较劲的民族 见中国军官们又是耍拳又是唱歌的 日本军官也亢奋起来 于是又有两个日本军官抽出军刀 跳进场子与松岛一起捂起刀来 董生堂见人家玩的都是真假伙 便大吼一声 张参谋给我拿刀来 李志源也喊道 别忘了我的柳叶刀 一个中尉军官拎着两口刀 走进大厅喊道 董旅长 李旅长 接刀 随着喊声 两口刀飞进场子 董生堂和李志源 伸手接住 各自捂起刀来 吴佩芙拍桌 大声喝彩 好 二十九军的军官们也滚雷式的齐声叫好 中日双方的军官则彼此怒目相视 形势一触即发 第七十九集 张又林随副官走进怀仁堂时 正赶上日方司宜宣布 我们的军官说 为了表示中日清善 他们决定共同出一个节目 军官们 我们开始吧 日本军官们突然冲进席间 合力将宋哲元和秦德纯举过头顶 他们发出嗷嗷的怪叫声 董生堂脸色铁青 哼 玩上举人了 弟兄们 咱们也招呼啊 一些年轻的二十九军孝级军官 一拥而上 如法炮制的将日本河边少将和宋氏孝梁 合力举过头顶 并且一次次的将他们扔向半空 董生堂的副官凑近董生堂 笑声道 没错 咱们汽车上还有几只二十响 已经压满了子弹 他们敢翻脸就先下手干掉他们 要不要我把枪拿进来 董生堂思索片刻 摇摇头 不行 咱们不能先动手 我看今天还不至于干起来 双方的青年军官较劲 倒霉的还是被一次次抛向半空的高级军官 宋哲元秦德纯和河边松氏孝梁被折腾得头都昏了 这种场合又不宜翻脸 只好任双方的军官肆意摆弄 吴佩孚看得大笑起来 在他眼里 这些被扔向半空中的高级军官都是些小自卑 让年轻人耍几把也没什么丢身份的 副官指了指张又林对吴佩孚而语 荣宝斋的东家张又林先生亲自给您送来了文房用品 吴佩孚站起身冲张又林点头致意 荣宝斋的东家 来得好 我早就想会会了 我可是你们铺子的老顾客了 文房四宝我只用荣宝斋的 副官替我留住张先生 晚上我请他共进晚餐 张又林还礼 说着话 宋哲园河边等人的双脚终于落了地 双方的警卫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心说总算没闹出什么大事 不然今天该如何收场 日方四宜宣布 本次联欢会的最后一个节目 请联欢会的特邀嘉宾 中国军界的元老吴大帅表演书法 中国军官们热烈鼓掌 张又林站在吴佩孚身边 饶有兴趣地看着 会场重新布置 中心摆上一张桌子 士兵正在扑宣纸沿没 吴佩孚含笑起身上前 拿起毛笔 拔去笔尖的碎毛 似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运笔岂是为字而弃笔呢 说吧 笔风已落在雪白的宣纸上 只见它泼墨辉毫 如行云流水一气合成 四个苍尽俊秀的大字 跃然之上 还我河山 写壁 吴佩孚毛笔一扔 转身扬长而去 宋哲源不禁大声喝彩 御帅的罪笔 可谓一绝呀 中方思宜向与会者 展示吴佩孚的条幅 还我河山 会场的中国军人群情激愤 全体起立 振臂高呼 还我河山 还我河山 张又林的热血冲上脑门 浑身的血液仿佛燃烧起来 这个吴大帅还真是条汉子 尽管此人为后世诟病的行为不少 但在大是大非方面 吴佩孚绝对是个具有民族尊严的男子汉 在场的日本军人冷冷的望着 不发一言 宴会草草收场 张又林回到家 已是深夜 他匆匆洗漱完毕上了床 却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索性又爬起来 靠在床头上凝神沉思 不停地抽烟 睡吧 有什么事 明天再想 何嘉碧催促着 张又林眉头紧锁 嘉碧 刚才吴大帅在饭桌上说 去年九月 日本驻吞军 进驻了丰台的中国兵营 丰台是平汉平津铁路的交叉点 失去丰台 北平就陷入了 日本人北东南三面的包围之中 眼下只剩下西南方向 卢沟桥一个出口 北平就像人家桌子上的一盘菜 日本人想什么时候动手 随时能把你吃掉 哎 要是日本人真占了北平 荣宝斋怎么办 张又林的担忧 也是有道理的 这些年 以荣宝斋北平总店为中心 继南京分店以后 又相继开办了上海分店 洛阳分店 武汉分店 和南京第二分店 生意一排兴隆 如果战事一起 恐怕这几年的心血 就要复制东流了 先别想那么远了 日本人真要来 谁也拦不住 又不是咱一家开铺子 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何家毕说 张又林摇摇头 没那么简单 你以为王国奴就那么好当 日本人的胃口太大了 他们的眼睛里 没有国际功法 也没有人类道义 他们是丛林里的野兽 只信奉丛林法则 对他们而言 广袤的东亚大陆 只意味着资源和生存空间 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去占有它 又林 一旦战争爆发 我们会亡国吗 张又林沉思片刻答道 不可能 我们有四万万人 有悠久的历史 博大精深的文化 任何侵略者 都不可能征服我们 窗外一道闪光掠过 天边传来隐隐的雷声 张又林起身 推开窗户 他久久的凝视着 黑暗的夜空 思潮起伏 直到东方微微泛白 才回到床上休息 数月之后 1937年7月8日 凌晨5点30分左右 张又林被一声猛烈的爆炸声惊醒 他翻身作气 片刻 炮弹的爆炸声夹杂着枪声 已然响成了一片 何家壁惊恐万分 又林 别怕 张又林把何家壁揽在怀里 安慰了一会儿 两人起身下床 来到院子里 只见西南方向的天空 火光闪烁 浓烟滚滚 枪炮声更加密集 张又林何家壁 站在台阶上眺望 张小璐穿着睡衣 从后院跑过来 爸爸是什么地方打起来了 卢沟桥方向 还真让吴大帅说中了 日本人动手了 张又林语气沉重 三人站了一会儿 张又林吩咐小鹿 你去换衣服 咱们到铺子去看看 王仁山 已先于张又林 赶到了荣宝斋 他从后门进来 伙计们都起来了 正在收拾铺板 被褥 徐海吓坏了 他把枕头 塞进柜子里 两次都划出来 掉到地上 王仁山过去 帮他放好 徐海 哆哆嗦嗦地问 经 经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仁山摇摇头 我也不清楚 他看了看伙计们 大家都显得心神不定 那咱们还开门吗 李山东问 王仁山还没来得及回答 门外传来急促地敲门声 李山东把门打开 几个学生站在门口 王仁山认识其中一个 高个子男生 他叫于培南 曾经是王仁山的邻居 于培南 彬彬有礼地说道 对不起 打搅了 我们是北平学连的 想买些文房用品 写传单 慰问二十九军的将士 王仁山走过去 请进来吧 到底怎么回事啊 于培南 边往里边走 边擦着头上的汗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日本人 已经占领了回龙庙 和平汉铁路的桥头阵地 现在二十九军的二十九团 正组织赶死队 往回夺呢 说话间 枪炮声 涌密集起来 王仁山告诉于培南 需要什么 你尽管说 他又招呼伙计们 把手里的活都放下 先紧着背起了学生药的东西 于培南 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单子 递给李山东 都在这上面了 李山东接过单子 看了一眼 请稍等 一会儿就好 这时 张又龄和张小鹿 进了铺子 王仁山迎上去 给于培南介绍 这是我们东家 和邵东家 您好 给你们添麻烦了 于培南 依旧是兵兵有礼 张又龄坐下 别客气 用什么东西 尽管拿 前方战事如何 二十九军将士 打得很顽强 拼着命 也要夺回 被日本人抢占的阵地 宋怀仁 从荣宝斋后院的侧门进来 听见前厅里 有说话的声音 他没进去 而是站在门外 竖起耳朵 仔细停着 伙计们 把宣纸和笔墨备好了 于培南 问王仁山 您算算多少钱 张又龄摆摆手 什么钱不钱的 慰问打日本的国军 还能算钱吗 于培南听罢 心情激动 他深深地 给张又龄鞠了一躬 张先生 我代表北平学联 感谢您 你们还有什么慰问活动 下一步 要发动北平市民 组织抗敌后援会 张又龄一挥拳头 好 荣宝斋 也算一份 张小鹿 把同学们 送到大门口 宋怀仁 这才阴着脸 走进来 他小声嘀咕着 这打起仗来 往后捐钱 捐东西的事 还多着呢 都算谁的呀 宋怀仁 嘀咕的声音 虽然不大 但在场的人 都听见了 王仁山 微微一愣 算铺子的呀 还能算你身上 铺子的 那还不是羊毛 出在羊身上 铺子里的伙计们 不是还有人力骨吗 说来说去 还不是得摊在大家身上 宋怀仁显然是 一百个不乐意 他也没跟张又林 打招呼 而是静止 走到账柜前 找出账簿 噼噼啪啪 打起了算盘 张又林 沉思了片刻 站起身 这样吧 王经理 支援打日本的钱 都记在我的账上 东家 这哪成啊 打日本人人有份 我记在铺子支出的账上 王仁山不懈的 瞟了宋怀仁一眼 张又林断然拒绝 不 听我的 都记在我的账上 说完 张又林 转身 奔后院去了 往卢沟桥 送慰问品的北平市民 都聚在了一起 有挑着担子 推着板车的普通市民 有肩上 背着鼓鼓囊囊的大包 手里打着横幅的学生 也夹杂着 几位开着私家汽车的 富家子弟 李山东和赵三龙 每人推了一辆板车 上面堆满了 荣宝斋捐赠的食品 于培男手里拿着大喇叭 开始喊话 各位市民请注意 各位市民请注意 请大家排成两路纵队 两路纵队 马上出发 赵三龙问李山东 什么是两路纵队呀 李山东指着前边 你看 那不是吗 两个人一排 赵三龙和李山东 站成了一排 不巧 前面多出一个市民来 赵三龙指着李山东 大说 我们是一块的 三文哥 你站在我后边去 都一样 那市民附和着 可不是吗 为问打日本的国军 都一个样 他仔细看了看李山东 兄弟 我怎么瞧着你眼熟啊 李山东笑道 我是荣宝斋的伙计 市民指着车上的东西 你们铺子真没少捐呀 各位市民 现在出发 请大家跟上队伍 请大家跟上队伍 于培南拿着大喇叭 走在最前面 率领着送慰问品的队伍 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队伍超劲道 从八大活动那边传过 妓女们都挤在 自家门口观看 一个打扮的 花枝招展的妓女 提着一包馒头 从人群里挤出来 把馒头放在 李山东的车上 冲他妩媚的一笑 大哥 你帮忙给带去吧 李山东咧开大嘴 成 我告诉前方的国军弟兄 就说 这是八大胡同的娘们 慰问他们的 人群中 爆发出一阵哄笑 妓女的脸一红 去你的 转身 钻进人群中 枪炮声还在不停地响着 队伍行进到 卢沟桥附近 于培南举着大喇叭 队伍就停在这里 再往前走就危险了 请大家把慰问品 原地卸下 众人开始卸车 李山东卸着卸着 停了下来 一群浑身是血 相互搀扶的伤兵 从他们面前经过 李山东跑过去 拉住一个伤兵的手 大哥 受累了 打得怎么样 伤兵 骂骂咧咧咧 狗娘养的日本鬼子 茅房的石头 又臭又硬 我们已经收回了回龙庙 铁路桥也快了 赵三龙 拿着一个大白馒头 走过去 递给伤兵 大哥 饿了吧 先吃两口 伤兵接过馒头 愣住了 三龙 铁子哥 怎么是你呀 赵三龙也认出了伤兵 李山东看看伤兵 又看看赵三龙 你们认识 赵三龙意外见到 家乡的亲人 显得很兴奋 脸上微微泛红 这是俺那没过门的媳妇 秀花他哥 铁子哥 你也当兵了 铁子咬了一口馒头 我当兵两年了 这是第一次打仗 李山东递过水壶 铁子咕咚咕咚的喝下去 赵三龙蹲下 看了看铁子受伤的腿 对李山东说 我送俺铁子哥上医院 这儿你照应吧 去吧 李山东帮助赵三龙 把板车上的食品卸下来 扶铁子在板车上坐稳 目送着他们的背影 消失在远处的人群中 卢姑桥事变发生后 日方以和谈为掩护 迅速从东北朝鲜等地 调集重兵增援 并于7月28日 对北平发起总攻 日军集中地面猛烈炮火 和空军轰炸机 轮番轰炸 驻守在南院的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第29军副军长 佟林格 第1320师长 赵登宇 壮烈殉国 当天晚上11时 宋哲元下令全军 向永定河南岸撤退 此日 日军进入北平 北平市民 开始了长达八年的 沦陷生活 这是近代以来 继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 北平第三次被外国军队占领 井上村光 身材笔挺 他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 走进日本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寺内兽医大将的办公室 寺内兽医正站在墙边 研究地图 听到门响 他转过身 井上军 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井上村光行了个军礼 司令官先生 抱歉 路上遇到骚扰 所以来迟了 寺内兽医把井上村光 让到沙发上 领尊大人还好吗 井上村光的父亲 是寺内兽医 在陆军大学 就读时的老师 寺内兽医 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 前天刚接到家信 他老人家很惦记您 向您问好 寺内兽医目光深邃 我不会让老师失望的 这次调你来 希望你能更好地发挥才能 为天皇陛下效忠 井上村光 从沙发上站起来 立正 请长官吩咐 坐下 第八十集 井上村光坐下 寺内兽医神情严肃 北平是华北 东北 内蒙古三大战略区的结合部 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 北平将是向华北 西北进攻的 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现在我们已经顺利 占领了北平 考虑到战前 你就在北平开展了一些工作 决定派你出任 华北方面军 驻北平文化联络官 是 寺内兽医注视着 井上村光 北平是一个文化古都 我们不仅要从武力上 征服中国人 更要从精神上 征服他们 井上军 我知道 你一直迷恋中国文化 井上村光的眼神里 现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变化 他的心 动了一下 这没什么不好 征服也是没艺术 好了 举报到吧 井上村光 站起身 行军礼 是 司令官先生 从寺内兽医的办公室出来 井上村光 常常出了口气 这些天连续赶路 遭到了数次伏击 险些丢了性命 这下可好了 可以留在北平 他抬起头 向四周眺望着 四合院里鲜花盛开 绿树成荫 远处前门的建楼 隐隐可见 不错 北平还是从前的老样子 他熟悉这座古城 热爱北平 特有的文化氛围 井上村光 没有坐车 他步行 穿过熟悉的街道 慢慢走回了住所 井上村光 又频繁地出现在 北平的各种社交场合 他依旧是彬彬有礼 对以前认识的老朋友 更加客气 不过 除了死心塌地 要当汉奸的人之外 其余的人 对他都敬而远之 十月的一天 金绍山金霸主 演连环套 井上村光 也到戏园子里 去凑热闹 不过 他的兴趣 并不在台上 而是不时地 环顾左右 和熟人打着招呼 他要以这样的方式 尽可能缩短 和大家的距离 实践 终日清善 红豆馆主 普洞 正看得 津津有味 张又玲 轻轻地走进来 坐在普洞身边 普洞有些诧异 您怎么晚了 铺子里有事 脱不开身 井上村光 就坐在 普洞的右前方 他回过头来 向张又玲致意 演道 倒沟一场 金绍山一句 莫非酒里有埋藏 博得满堂喝彩 普洞显得很兴奋 张先生 金霸王 首开花莲组办 别的不说 就这一句 他的松竹社在北平 就算立住脚了 张又玲 心不在焉地 N了一声 普洞收起了笑容 您好像 情绪不高 不是对金霸王 情绪不高 是最近的事儿 哎 张又玲 叹了口气 普洞指了指 井上村光 压低了声音 他 找过您了 张又玲点点头 凑到普洞的耳边 日本人 要给我个差事 我没硬 糊弄糊弄得了 他也找过我 我装病来着 没见 您还去南京吗 普洞摇摇头 不去了 日本人一来 那边的差事 就算完了 张又玲皱着眉头 您成啊 关上大门 自个儿过自个儿的 爱唱两句 唱两句 不爱唱了 写写画画 照样有饭吃 我那铺子 可是在琉璃厂戳着 人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咱还不能硬顶 难哪 不瞒您说 我都有心把他关了 普洞睁大了眼睛 别家 多少人指着 荣宝斋吃饭呢 老弟 我也算一个 我看出这路子来了 明觉能歇的都歇了 往后 戏是越来越美的眼 我就指望着 在荣宝斋挂笔单 挣饭钱了 您这是积德行善啊 听罢普洞的话 张又林半赏没言语 直到散场 他才缓缓说道 既然大伙把荣宝斋当饭碗 那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关张 不过 普先生 您手可得快着点 不能一压就是一年半载的 客人要画 伙计把尺寸给您送到了 抓点井给人画出来 您那蓝竹也废不了多少事 普洞拱拱手 一定一定 张先生 您的大恩大德 来日必有好报 张又林苦笑着 好报就不土了 能平安的过日子 就阿弥陀佛了 张又林是清醒的 日本人以武力占领了北平 眼下 北平的百姓是任人宰割的角色 这样的处境 还能存有奢望吗 宋怀仁想的和张又林可不一样 他一无财产 二无靠山 除了靠个人奋斗 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外 无路可走 这么多年 他那鹰一般的眼睛 时时关注着命运呈现的任何一个 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转机 只要发现了 他会毫不犹豫的扑上去 牢牢的抓在手中 转换成向上攀升的阶梯 宋怀仁遇见锦上村光 是在琉璃厂的海王村画店门口 那天下午 锦上村光一身便装 混迹在人群里闲逛 宋怀仁从海王村画店出来 一眼就看见了锦上村光 他犹豫了片刻便快步迎上去 哟 这不是锦上先生吗 可有七八年没见到您了 又到北平来了 锦上村光打量着宋怀仁 他记不起这个人了 锦上先生 您不认识我了 宋怀仁 我现在是荣宝斋的副经理了 您到我那铺子里去过 锦上村光恍然大悟 哦 想起来了 宋先生 宋怀仁显得很殷勤 您到荣宝斋坐会儿 我先逛逛 一会儿过去 得 我沏上好茶 在铺子里等您 您可一定来啊 就这样 宋怀仁主动搭上了锦上村光这条线 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潘文雅的堂弟潘文安 从美国来到北平 出任北平慈济医院的院长 张又玲去位于东郊名乡的六国饭店 和他见面 逝者带着张又玲走进西餐厅的一个包间里 潘文安迎上来 两人紧紧的握手 潘文安的汉语很流利 张先生早就听文雅说起过您 文雅在美国还好吗 我们有很多年没见了 胖了 再见着您肯定认不出来了 张先生请坐 张又玲坐下 他疑惑地注视着潘文安 潘先生 您这个时候来北平 可是需要勇气的 佩服 佩服 潘文安笑道 大家不都是一样吗 日本人又没长着三头六臂 有什么可怕的 我和慈济医院的合同是早就签好的 现在来也顺理成章 逝者送来了晚餐 他们边用餐边聊 潘文安诚恳地说道 张先生 我虽然和您是初次见面 但您是唐姐多年的朋友 我就不绕弯子了 文雅和在美国的一些爱国人士捐助了一笔钱 他们想把潘尼西林和其他一些紧缺药品夹带在病人的康复器械里带进来 希望捐赠给和日本作战的中国军队 您有没有办法联系到接收的人 这是好事 就得大家标在一块和日本人干 张又林私存了片刻 至于接收的人 眼下没有现成的 我想办法找找 为了安全起见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潘文安盯住着 这时 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适者带着日本宪兵 进来检查证件 潘文安站起身 他改用日语 先生 辛苦了 来杯白蓝地 潘文安 倒了一杯白蓝地 递上去 日本宪兵没有接 他翻看潘文安的美国护照 谢谢 我们在执行公务 请记住 这里是北平 不是纽约 小禁的时间快要到了 请尽快离开 日本宪兵又看了看 张又林的梁明正 转身离去 潘文安对着日本宪兵的背影 摇摇头 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 一是深夜 北平城外的谈这四里 明暗法师正在疗房 闭目打坐 突然 他的双眼睁开了 脸上现出惊异的表情 沉思片刻 明暗法师下座 他挑亮油灯 铺纸研墨 写了封信 第二天一早就拆人 送进城里 张又林心里琢磨着 昨晚潘文安说的那件事 他刚要迈进荣宝斋 被王仁山堵在了门口 东家 我正要找您去呢 走 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宋怀仁追出来 经理 你跟东家好好合计合计 日本人还等着回话呢 王仁山回过头 你盯着给人结账 我说完了就回来 张又林感到纳闷 仁山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还不能在铺子里说 王仁山环顾左右 咱们到您家说去 来到张家客厅 王仁山愁眉苦脸的把事情说完 张又林听爸扮上没言语 眼瞧着到了晌午 该吃午饭了 王仁山催促着 东家 您说该怎么办 张又林依旧是宁神沉思 王仁山叹了口气 哎 都是怀仁招来的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日本人躲都躲不及 他还尚赶着把人家往铺子里请 弄出麻烦来了吧 给日本人做事 这不明摆着当汉奸吗 我可是不干 无论如何不能干 大不了一走了之 你走了我怎么办 东宝寨关门 张又林终于大呛了 正是想到这一层 我才没把话说死 要不然早把宋怀仁一脚踹出去了 王仁山恨得咬牙切齿 张又林站起身 在客厅里躲着步 哎 民以实为天哪 王仁山揣摩着 您的意思是 咱硬了 张又林站住 不 咱们都不应 让宋怀仁出面 他找出来的事 让他斗着 我琢磨着 咱把这屎盆子踢给他 宋怀仁恐怕是郑重下怀吧 王仁山点头 也对 瞧他那副巴结日本人的嘴脸 恨不能给人家当孙子 不过宋怀仁不过是个副经理 日本人那儿能答应吗 日本人正缺狗呢 宋怀仁主动送上门去 没有不说的道理 正说着 用人拿着一封信进来 老爷 您的信 张又林接过信 谁送来的 是僧人 王仁山站起身 东家 就按您的意思办 我告辞了 张又林本来应该尽早动身去谈这次 可就在这时 国军在松户会战中失利 上海沦陷 日军主力马不停蹄 继续进逼距离上海 仅三百多公里的首都南京 不久 南京就陷入一片战火之中 南京分店的张喜尔 发出了暴击电报 请求北平总店 允许将店员们撤回北平 电报到了北平总店 王仁山正要拆人去请东家 张又林手里拿着报纸 已经急匆匆的赶到了 他焦急的说道 仁山 南京的情况不好 王仁山把电报递给他 东家 这是张喜尔刚发过来的 张又林接过电报 迅速扫了一遍 你回电了吗 还没呢 等着跟您商量商量 这时 伙计们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 东家和经理的对话 张又林看了大伙一眼 还跟我商量什么呀 告诉他们 全撤回来 宋怀仁拿过电报看看 全撤回来 那铺子谁管呀 张又林沉思了片刻 找个当地人 先给看着 让当地人看着 这么大个铺子 没咱的人 万一让人卷了呢 张又林 白了宋怀仁一眼 要是不放心 那你去看着 宋怀仁被张又林 噎得仗红了脸 不说话了 伙计们捂着嘴窃笑 王仁山打起了圆场 怀仁 这都什么时候了 要是真打起来 命保得住 保不住都难说 还铺子 几年的心血 要是就这么毁了 哎 宋怀仁小声嘀咕着 李山东走过去 一本正经的说道 宋副经理 您不是维持会长吗 跟日本人商量商量 南京就别打了 该回哪就回哪 要不然 只给他们南京分店的位置 打炮的时候 别冲那轰 给您留着赚钱的买卖 宋怀仁气急败坏 去去去 这没你搭茬的份 李山东转过身 和赵三龙投着乐 郊外依旧是炮声隆隆 南京分店里 只剩下张希尔一个人 日军轰炸机 呼啸着在不远处投下炸弹 急声巨响过后 从顶棚震落下来的灰土 撒了一柜台 张希尔拿起抹布 把柜台擦干净 张乃光的秘书魏东迅 急急忙忙走进来 呦张经理 您怎么还在这儿啊 张希尔迎上去 伙计们都走了 我留在这儿看铺子 哪有这个道理 伙计们都走了 让经理看铺子 我们东家把电报来 让都回去 张希尔摇着头 想四处看了看 这么大的铺子 没人哪行啊 扔给谁我都不放心 魏东迅压低了声音 张经理 我可告诉你 南京十有八九保不住 说不准什么时候 日本人就攻进来了 那您 我还有公务在身 一会儿也撤了 下官码头那儿 给我们留着船呢 张希尔听罢 大吃一惊 撤 唐生之长官不是说了吗 全体守军 与南京城共存亡 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魏东迅摆摆手 嗨 您听他扯淡 这不是糊弄蒋委员长吗 那都这个时候了 您还上这儿来 没办法 张司长坚持要把定的话 全带走 张希尔满脸歉意 魏先生 对不住 这一打仗 秩序全乱了 总店那边按时发了货 可运不过来 唉 那就没办法了 咱们后会有期吧 您都保重 说着 魏东迅就要往外走 张希尔把他拦住 别忙 铺子里还有一些样品 要不然您先拿去 魏东迅思存着 这合适吗 唉 张司长是老客人了 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哪能让您空着手回去呀 那我就挑几张 我替张司长谢谢您了 送走了魏东迅 张希尔就把大门关上了 天擦黑的时候 宋栓在门外高喊 喜子 喜子 张希尔从楼上的窗户里探出脑袋 您怎么没走啊 进去说吧 原来 宋栓率领的伙计们 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 在汽笛拉响的一刹那 他改变了主意 叮嘱了大家几句后 铺盖也没顾上拿 就钻窗户 跳下了火车 第八十一集 进了铺子 宋栓先炒起茶碗 咕咚咕咚灌下几口水 然后抹着嘴角的水珠说道 我在城外头转了一圈 估摸着就这两天 日本人就得打进来了 我看你还是走吧 张希尔睁大了眼睛 你就是为了劝我走才回来的 宋栓点头 就算是吧 咱俩一块混了这么多年 到了这时候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一个人 留在这儿 嗨 真是的 张希尔皱起了眉头 明儿个一早 我就找人帮着买票去 说话间 枪炮声又响了起来 听起来就在附近了 宋栓一惊 喜子 我觉得不对劲 枪声怎么这么近 他转身 向铺子门口走去 东边不太远的地方 已经火光冲天了 宋栓站在门口的台阶上 向起火处张望 几个市民 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宋栓上前问道 那边怎么样了 其中一人回答 快跑吧 日本人已经打进城了 啊 宋栓愣了一下 随即转身跑进了铺子 他焦急的拉住张希尔 喜子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日本人已然打进城了 你走吧 我守着铺子 张希尔显得十分镇定 你这是何苦呢 张希尔四处看了看 南京分店能有今天 都是大伙的心血 不能就这么白扔了 就算这个扔了 等往后不打仗了 咱还可以开心的 宋栓心急火燎 张希尔深情地注视着他 栓子 你的心意我领了 我是东家任命的经理 不管到什么时候 只要铺子还在 我张希尔绝不离开半步 你快走吧 半赏 宋栓松开了手 他摇摇头 你不走 我也不走 一颗炮弹呼啸地落在了 南京分店的房顶上 聚想过后 房屋气雾的碎片 被气浪高高的扬起 又纷纷落下 紧接着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大火很快燃红了半边天 宋怀仁春风得意地 走在琉璃场街上 陈福庆隔着窗户 看他走过来 忙不爹地从会远阁跑出去打招呼 宋会长 您成啊 眼下在琉璃场可就属您了呀 维持会长还是日本人疯的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往后我们会远阁有事 还得靠您照着呀 哪里哪里 回见 宋怀仁脚下没停 直奔荣宝斋 进了铺子 他四处扫尸了一遍 东家没来 伙计们都装作没听见 各自忙着手里的事 宋怀仁过去问李山东 东家哪去了 哟 宋会长 东家可不归我管 我不就是个伙计吗 李山东没好趣地说道 宋怀仁恼怒起来 你 徐海怕李山东惹事 赶紧接过话来 东家出门了 出门了 宋怀仁微微一愣 怎么也没打个招呼 什么时候回来 没听说 嘿 怎么这么不巧啊 锦上先生那儿 我都答应了 宋怀仁自言自语着往外走 王仁山从后门进来 怀仁 先别走 铺子里的事 咱们得商量商量 宋怀仁已经到了大门口 他回过头来 嗨 还商量什么呀 您瞧着办吧 说着 左脚迈出了门槛 不大一会儿 宋怀仁又折回来 他探尽半个脑袋 经理 这两天维持会那边事多 我就先不过来了 王仁山 无可奈何的摇摇头 这是着了什么魔了 回到湖坊桥的地区维持会办事处 宋怀仁不禁 长叹一声 哎 橘子皮正在屋里闲坐着 他凑过来 会长 您出去的时候好好的 怎么一回来就唉声叹气的 宋怀仁愁眉苦脸 嗨 锦上先生托我传个话 他中午要约我们东家吃饭 我都答应了 可东家又不在 那我怎么跟锦上先生交代呀 宋怀仁还没想好该怎么交代 锦上村光已经进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日本士兵 宋怀仁和橘子皮赶紧起身鞠躬 宋先生 约好了吗 锦上村光问道 宋怀仁哈哈腰 满脸尴尬 锦上先生 对不住您 我们东家今天不在 哦 锦上村光思索了片刻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单子 那只好改日再说了 宋先生 我找你还有别的事 请你仔细看一看 这上面列出的字画 你要尽快帮我找到 宋怀仁接过单子 迅速地扫了一眼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锦上村光注视着宋怀仁 请把此事办好 对你的忠诚 我们会给予回报 你明白吗 宋怀仁鞠躬 我尽力 一定尽力 送走了锦上村光 橘子皮搭讪着 会长 我不认字 那上头写着什么呀 宋怀仁不耐烦地挥挥手 去 没你的事 嘿 我说 刚才这儿还替您说话呢 怎么遇到好处 就没我事了 橘子皮感到挺纳闷 让伙计们 从南京全部撤回来的电报 发出去半个多月了 到现在 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 日本人 已经占领了南京城 民间不断传来 日军疯狂杀人的消息 和张喜儿又联络不上 张又龄 如热锅上的蚂蚁 寝食不安 明暗法师 又接连写来两封信 催促 何家必判断 老法师 这么急着叫他过去 必有要事 张又龄 这才启程 去了谭浙寺 到谭浙寺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在阵阵 目骨声中 僧人们排着队 依次走进大殿 不一会儿 殿里传来 优美的诵经声 张又龄 在一颗鼓松下 等待了片刻 明暗法师 从大殿旁的涌道 走过来 张又龄迎上去 法师 阿弥陀佛 张先生 你可算来了 明暗法师 双手合十 张又龄还礼 您急着叫我来 有什么事 明暗法师 稍有犹豫 没什么大事 不过是想让你在寺里 小住属日 如何 张又龄松了口气 多谢法师吹哀 这里是另一番世界 耳闻沉重目骨 和师父们的诵经声 能暂时忘却 心中的烦恼 两人说着话 向寺院深处走去 法师 从上次在法园寺 为家母做佛事 遇见您 到现在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 人生如梦啊 我很羡慕您 选择了皈依佛祖 过着世外桃源的 清静日子 了却了很多烦心的事 明暗法师微笑着 烦心的事 该是你的 到头来还得找你 这都是因缘所致 躲是躲不掉的 其实无论喜与忧 只要心不为之所动 二者就没有什么区别 张又龄思索了半赏 摇摇头 这太难了 我是个俗人 到不了这样的境界 日本人一来 荣宝斋的诸多变故 已经把我弄得七魂八素了 乱世之中举步维艰 你也不容易啊 明暗法师感叹着 没办法 混吧 天色渐渐暗下来 张又龄侧目看着身边 须发洁白的老法师 不觉心中一动 法师 秋月在美国过得挺富裕 伊万在纽约开了一家银行 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 要是不打仗 原本秋月打算回来看看 一切随缘 明暗法师首属念珠 心静如水 张又龄原本就是个散弹之人 谈这四在群山环抱之中 远离俗世沉销 他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也暂时忘却了心中的烦恼 铺子里的事就全由黄仁山指引了 火车由于战事中途停驶 伙计们步行回到北平 王仁山的心放下了一半 又过了十来天 终于有熟人从南京辗转传来了消息 荣宝寨南京分店毁于战火 张写和宋山在店里坚守 没能逃出来 听到这个噩耗 王仁山一下子惊呆了 两久之后才回过神来 他放声大哭 戏子 宋山 我的好兄弟 你们这是何苦啊 什么也没有性命重要啊 东家张又林不在 王仁山就自己做主了 他决定荣宝斋拿出重金 抚恤张喜儿和宋山的家属 还派出几个伙计 到张喜儿和宋山的家里 帮助料理后事 为这两个人的死亡 全店的员工都很悲痛 毕竟荣宝斋没出过这种事 一下子就死了两个人 还是非正常死亡 宋怀仁倒是很高兴 他琢磨着 张喜儿和宋山已经不在了 那么 眼下除了王仁山 他宋怀仁就是荣宝斋 名副其实的二掌柜了 王仁山虽说是个经理 可他和我宋怀仁是无法比的 我还兼着棺材呢 好歹是地区的维持会长 日本人再横也得给我面子 不然谁替他们维持 近来宋怀仁长了脾气 时常在铺子里对伙计们 腰三合四 横挑鼻子竖挑眼 弄得像徐海这样胆小的伙计 见着他就像耗子见了猫 恨不得钻进柜台里藏起来 不知从哪天开始 王仁山也变得客气了 不但不再给他派活 甚至有时看见他进来 还把后院北屋主动让出来 自个儿找地方 该干嘛干嘛去 这使宋怀仁感到心情很愉快 认为王仁山还算是个 比较懂事的人 宋怀仁又检查了一下 锦上村光交给自己的书画目录 有些事已经办了 可最难整的还是陈福庆的 四名山居图 那是惠远阁的镇殿之宝 陈福庆能轻易拿出来吗 宋怀仁苦思迷想了半天 也没琢磨出个好办法 看看天色已晚 待会封则园还有个饭局 想到这个饭局 宋怀仁不觉又愉快起来 现如今 琉璃厂一条街上开铺子的 都得拿咱当爷供着 前两天 西头的翠云阁画店刚刚溢了煮 新东家铺子还没开张 就上赶着 邀请宋怀仁吃饭 对这类饭局 宋怀仁有经验 说是吃饭 谁缺那顿饭呢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之后 节目才真正开始呢 按这类程序 新东家的红包里 没有一百块光阳 就别想拿出手 宋怀仁顺手打开了 桌子上他刚报回来的收音机 里面正在播放梅兰芳的贵妃醉酒 想你当初进宫之时 你娘娘怎声待你 何等爱你 至今日 你忘恩负义 玉美人倒在秋千架上 他闭着眼睛 摇头晃脑的跟着戏文哼哼起来 赵三龙从门口路过 他好奇的探头往里看了看 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了进去 宋怀仁睁开眼睛 仗结了 山东正结着呢 赵三龙惊奇的看着收音机 还伸手摸了摸 这是啥东西 宋怀仁推开赵三龙的手 别乱动 这叫画匣子 金贵着呢 这万一真省了 把那么大一戏台都装里面了 您哪来的 日本人送的 人家看得起咱荣宝宅 宋怀仁 语重心长 三龙 我告诉你 日本人也是人 你对他们客客气气 有事就帮一把 人家呢 也不会给你亏吃 这叫礼上往来 张小璐躲进来 身子斜靠在桌子边 伸手把收音机关了 挑衅着看着他 宋经理 日子过得够滋润的 上班时间不干活 听起戏来了 宋怀仁下意识地站起来 他从张小璐的眼神里 读出了某种不祥的东西 这位邵东家 虽说是清华毕业的 但可不是文弱书生 他从小就跟他爹练舞 长得榜大腰圆 谁知道今天哪根筋不对了 再者说了 人家 毕竟是邵东家 荣宝斋这铺子 早晚是他的 这位爷能不惹 还是不要惹 宋怀仁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邵东家 您坐 您坐 我给您请王经理去 宋怀仁赶紧逃走了 王仁山进来的时候 张小璐还在活动手腕子 他愤愤地说道 王经理 我真想抽宋怀仁这孙子 王仁山摆摆手 邵东家 不知道 别为这么个东西 脏了你的手 你有事 张小璐关上门 他看着王仁山 欲言又止 王仁山给他倒了碗茶 邵东家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张小璐接过茶碗 王经理 事不相瞒 我有个同学 出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想让我帮着搞些 制枪商的药 我到药铺里转了转 根本没有 日本人都控制起来了 您能帮着想想办法吗 王仁山抬头 看了一眼窗外 小声点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他沉思了片刻 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张小璐摇摇头 不知道 我妈去谈这寺 看过一次 好像是明暗法师 没让回来 王仁山点点头道 小璐 这件事非同小可 你容我想想 明暗法师 一直把张又龄 留到腊月二十三 在寺里 过完了小年 才放他回去 临走那天 明暗法师 把张又龄 送出了很远 分手的时候 张又龄 不禁回首仰望 心中生出一些留恋 乱世之中 难得有这样 安静的地方啊 明暗法师 依旧是语调平和 心静 则佛图静 在寺里这些日子 我把那些事 基本上想明白了 就像您说的 一切随缘吧 真能做到事事随缘 也就自在了 明暗法师 停顿了片刻说道 又龄 我叫你来 是让你躲避一场 杀身之祸 张又龄 一下子惊呆了 半晌 才回过神来 杀身之祸 为什么 很快 你就会知道了 多保重吧 张又龄疑惑地上了车 和明暗法师 挥手告别 明暗法师 一直望着汽车 在山间的拐弯处消失 才缓步离去 在汽车里 老安把一摞报纸 递给张又龄 先生 这是这些日子 给您攒下的 张又龄接过报纸 翻看着 家里都好吗 太太少爷都挺好 铺子那边呢 王经理照应着 宋经理竟往维持会跑 别的照旧 突然 张又龄翻动报纸的手 停住了 他的脸上 显出惊异的表情 这件报纸上 醒目的黑体字大标题 赫然写着 康复器械 夹带违禁药品 祭祠医院院长 潘文安被枪决 张又龄的眼前一黑 险些晕倒 他紧紧地抓住了 座位旁的把手 泪水 夺矿而出 原来 张又龄和潘文安 在六国饭店 见面的时候 明暗法师 正在禅定之中 他早已不是 当年的阳仙级了 经过几十年 潜心修行 他已经正到了 极高的境界 对世间万物 冻若观火 在禅定之中 明暗法师 看到了这件事的结果 潘文安 命中必有此劫 他救不了 而张又龄 倒是还能躲过去 于是 明暗法师修书 换他到四中小住 助他躲过此劫 第八十二集 明暗法师 送走张又龄后 自知来日无多 他再次外出云游 最后在中南山 静夜寺 喊笑园记 七日后 肉身火化 得五彩舍利子 数百枚 被信众 供养 珍藏 张小鹿 愁愁良久 还是走进了 父亲的书房 他在张又龄的身边 坐下 爸爸 有件事 我想了好些日子 还是得跟您说 张又龄放下手中的书 是寻要的事吧 王经理跟我说了 张小鹿皱着眉头 我想了好多办法 都不行 看来只能靠您了 小鹿 这是掉脑袋的事 你跟谁也不要再提了 张又龄 语词严厉 张小鹿诧异地 看着父亲 你 张又龄叹了口气 唉 咱们张家人丁不忘 眼下就你这么一根独苗 说什么也不能有闪失 张又龄的话还没说完 用人推开了门 老爷 岳大夫来了 在客厅里等着呢 张又龄站起身 我马上过去 张小鹿也要跟着去 被张又龄拦下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张又龄换了件衣裳 来到客厅 岳明春微笑着 张先生 您找我来干什么 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张又龄在岳明春的对面坐下 要是这样 我就省得再说了 王经理跟我念叨过 我一时也没琢磨出法子来 岳明春摇了摇头 药搞到了吗 现成的没有 不过可以拿中药配出来 可就是不好往外带 日本人控制得太严了 我倒有个想法 张又龄压低了声音 我爷爷当年在梅哲的时候 用松烟墨给朋友制过鞋 再能不能把制枪商的药 加在墨里带出去 墨里藏药 岳明春皱起了眉头 本草纲墓里有药墨之说 我的意思是以荣宝斋的名义 开个制墨作坊 把药混在墨里 岳明春恍然大悟 这倒是个好主意 荣宝斋至末是名正言顺的事 不会引起怀疑 回头我再查查盆草纲目 琢磨一下 加些什么要进去 此事不可外传 张又龄叮嘱着 岳明春会心的一笑 放心 我懂 上午吃过了午饭 宋怀仁才慢悠悠的 夺进了荣宝斋 他在后院逛了一圈 又到北屋 咪瞪了一小叫 中午烤肉吃多了 嘴里只叫渴 他这才懒泱泱的爬起来 给自己泡了一壶 浓香四溢的铁观音 端着紫砂壶 去了前厅 铺子里没有客人 宋怀仁坐在椅子上 喝着茶 他四处看了看 发现少了个人 于是拖着长枪问道 经理 这些日子 怎么没见着三龙啊 他干嘛去了 哦 东就让他干点事 王仁山边记账边回答 宋怀仁翻了翻眼睛 工事还是私事啊 可不能在铺子里拿着工钱 给他干私活 王仁山抬起头 还没来得及开口 李山东已经凑过去了 副经理 你整天往维持会跑 为维持会办事 就不在铺子里拿工钱了 是吧 宋怀仁被李山东 噎得账红了脸 他正寻思着 怎么收拾李山东 一旁 整理柜台的伙计 起闲 一本正经的说道 副经理 您进来可是跟从前大不一样了 您觉得 我哪跟从前不一样了 宋怀仁的注意力转移了 李山东抢着回答 自打日本人进了城 有人连走道都这样 他夸张地比划起来 学着螃蟹的样子 横着走 任起贤也撅起了屁股 点头哈腰的 嘴里念叨着太 太拒 大家一阵哄笑 宋怀仁气坏了 他腾的站起来 手一戴 紫茶壶啪的一声 掉在地上摔碎了 李山东收住笑容 得得 您别跟茶壶砸法子 这铺子里的东西 可都是东家值班的 徐海拿来扫帚 李山东接了过去 他在宋怀仁的脚底下 扫着碎壶渣子 宋会长 您让让 您让让啊 宋怀仁气急败坏 他恶狠狠地 瞪着伙计们 大家听着啊 以前的事 我不计较 就算过去了 往后说话 都留点神 李山东 我要是再听出 你话里带刺 可别怪我不仗义 铺子里 一时鸦雀无声 宋怀仁 见压住了阵脚 又坐回到椅子上 不知在吩咐谁 起茶 伙计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站着没动 宋怀仁 暴跳如雷 哼 敢耍我 这是跟日本人叫板 还反了不成 铺子里的气氛 顿时紧张起来 谁反了 张又龄 迈进了门槛 他看了看众人 话里软重带硬 咱是买卖人 做买卖赚钱 养家糊口 是咱的本分 没事 别在铺子里扯闲片 今个 我跟大家说明白 谁要是嫌 荣宝寨的妙小 承不下他 趁早 另谋高就 我张又龄 不耽误他的前程 大伙都不言喻了 李山东 瞟着宋怀仁 宋怀仁 恶狠狠地 瞪了他一眼 王仁山走过来 东家 智末的事 怎么样了 宋怀仁 也赶紧搭讪着 东家 您有事就吩咐 我去办 张又龄 打量着宋怀仁 没好气地说 我也得抓得着你呀 这些日子 你正经在铺子里待了吗 嗨 为之会那边 不是事多吗 好啊 那边事多 你就先忙去 铺子里 有我和王经理盯着就行了 张又龄 不再理他了 宋怀仁 一听话 查不对 赶紧往回找 东家 眼下北平 是日本人的天下 我出面当地区 维持会长 咱铺子也沾光啊 不就耽误点时间吗 时间还不有的事 大不了 我拉点碗 哼 扯淡 有的人啊 就是乌龟进了铁匠铺 找锤 李山东愤愤地把宣纸塞进柜台里 宋怀仁装没听见 得 东家 就按您说的 我先忙活 为之会的事去 他走过张又龄的身边 讨好的趴在张又龄的耳边 悄声说着 东家 去年夏天 您让伙计往卢沟桥 给二十九军送饭的事 有人向日本人举报了 可让我给压下来了 这不都是公开的吗 还用得着举报 张又龄感到诧异 宋怀仁的眉头皱了起来 可别这么说 这事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 您身上可就是有盏了 张又龄缓和了语气 哦 怀仁啊 这就对了 容宝寨是我的 也是你的 是我们大家的 无论什么时候 你得记着 咱们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就得互相帮衬着 对不对 宋怀仁赶紧 就泼下驴 东家 您放心 您还不了解我 我能吃里扒外吗 行啊 要是这样 附近里的位置 我就还给你留着 您留着 留着 我快去快回 宋怀仁急匆匆的走了 容宝斋 新开的 智末作坊 在陶然亭附近 一个中等大小的院子里 靠东墙 砌着几个炉灶 炉灶上 安着许多 带拐搏的烟囱 院子的背后 是一片松树林 智末师傅姚德友 五十来岁 是个 舔着肚子的胖老头 他正聚精会神的 从一截烟囱里去烟 赵三龙扛着一大捆松枝 走进来 姚德友过去看了看 摇摇头 三龙啊 你找的松树枝太嫩了 你这一大捆 也取不出多少烟来 赵三龙擦着脸上的汗 那得砍什么样的 姚德友放下手里的烟囱 我带你去 两人向松林伸出走去 赵三龙感叹着 真没想到 这个磨还这么讲究 这单是一行啊 荣宝斋不是卖磨的吗 怎么卖着卖着 又想自个做了 姚德友挺纳闷 咱一伙计 哪知道东家是怎么想的呀 让干啥就干啥呗 赵三龙捡起地上的一块土壳了 向树上的松鼠扔过去 姚德友在一颗比他还粗的古松前停下 指着树干上渗出的松枝 有松枝的古松最好 就敢这样的 赵三龙抬起头瞧了瞧 往手上脆了口吐沫 蹭蹭几下就爬了上去 姚德友仰着头 刘神别摔着 砍完松枝回到作坊 不大一会儿 李山东肩上背着个大包 手里提着一小蓝鸡蛋来了 赵三龙凑过去 两只眼睛盯着鸡蛋放出光来 右手已经伸到了半空中 山东 这是咱的晚饭吧 李山东一瞧赵三龙的架势 赶紧把鸡蛋挪开 别 东家让给姚师傅送过来的 赵三龙颇为失望 感情没咱的份啊 你们东家还真上心 有鸡蛋加进去 出来的末就不一样了 姚德友把鸡蛋接过来 赵三龙跟在姚德友屁股后面 我说师傅 鸡蛋这么贵重的东西 人还没得吃呢 往茉莉夹 多可惜啊 姚德友对李山东笑了笑 瞧我这徒弟 嘴这份馋 这蓝鸡蛋放这儿可就悬了 弄不好还没夹到茉莉 就全进他肚子了 赵三龙咽了口吐沫 眼睛终于离开了鸡蛋 师傅 我也就这么一说 您当我真敢吃呢 那不是给荣宝斋丢人吗 姚德友沉思了片刻 对李山东说道 回去告诉你们东家 我再多待几天 等第一批末出来再走 李山东拉住他 千万别家 东家说了 您岁数大了 帮忙指点几天就得了 剩下的 您给三龙交代好 让他交代好 恐怕我不手把手交 他做不出来 没关系 怎么叫没关系 姚德友指着院子里的设备 花了这么多钱制东西 要是做不出磨来 不是瞎掰吗 东家说没关系 就是没关系 我这就送您回去 姚德友生气了 你们这东家可真是的 此时橘子皮正在附近带蛆群 他远远地看见李山东陪着一老头 从一处孤零零的院子里出来 感到好奇 于是偷偷地摸过去 隔着门缝像里面这么一看 吓了一跳 按他有限的知识储备 橘子皮认为这分明是个炸药作坊 他连个愣都没打 就跑去找宋怀仁了 送走了姚德友 张又玲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至末作坊 他是个急脾气 假之那天是十五 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 张又玲就带着赵三龙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他手里拿着和月明春商量好的芝末方子 吩咐赵三龙 松烟二斤 松烟二斤 赵三龙嘴里唱着 用秤秤了二斤松烟 倒进身旁的一个大木盆里 交十两 交十两 十两交也倒进了木盆 按照方子把料配齐了 赵三龙又一根木棒 编在大盆里搅和便问 东家 您的方子是哪来的呀 维旦的和末法里抄来的 维旦是谁呀 三国时期的智末名家 自中将 他做出了当时的极品末 人称中将之末 一点如七 末还能像七 赵三龙似乎不大相信 张又玲解释 一般的松烟墨 颜色乌黑发暗 没光泽 维旦的墨 不但有光泽 而且附着力很强 所以叫一点如七 赵三龙 赵三龙私存着 咱要是照着围旦的方子 一点不差的做 是不是也能做出明末来 张又玲摇头 那可说不好 这就像做菜 使得佐料都一样 不同的人做出来的味儿 能差着十万八千里 张又玲拿过大粗碗 递给赵三龙 把鸡蛋清火里头 赵三龙往大墓盆里 怼着鸡蛋清 把蛋黄扒拉到一边 那鸡蛋黄呢 待会儿等夜宵吃了 好嘞 赵三龙兴奋起来 他把大粗碗 小心翼翼地 放到了大门口的灶台上 还凑上去 用鼻子使劲绣了绣 这当口 橘子皮带着一小队日本宪兵 已经来到了 至末作坊的附近 由于是荣宝斋的事 宋怀仁耍了个小心眼 他就不抛头露面了 由橘子皮带着日本宪兵去抓捕 橘子皮指着前面 隐隐透出亮光的地方 趴在日本宪兵队翻译官 张光灿的耳边耳语 就是那儿 张光灿把橘子皮的话 翻译给宪兵小队长西村武夫 西村武夫向他的部下挥了挥手 悄悄地上去 把那个地方包围起来 日本宪兵迅速散开 摸向了至末作坊 院子里 赵三龙把切成了细末的草药 对进了大木盆 张又龄私存着 加进这些草药 出来的末会是什么样呢 赵三龙咧嘴一笑 反正又不拿他写字 爱什么样什么样 突然 不远处传来李山东的一声尖叫 妈呀 不好 有人 赵三龙脸色大变 别慌 张又龄抄起木棒 赶紧在大木盆里搅和 赵三龙愣了片刻 结果木棒使劲地搅和起来 张又龄把庄药的口袋迅速扔进了炉堂子里 杂乱的脚步声一进 张又龄从容地打开了院子的大门 橘子皮带着日本宪兵冲进来 李山东的双手被反绑着推丧进来 赵三龙放下手里的木棒 他一眼就发现了橘子皮 立刻火冒三丈 橘子皮 你小子真的满意 这事我跟你没完 赵三龙向橘子皮走去 日本宪兵把手里的枪一横 拦住了赵三龙 巴嘎 西村武夫四下看了看 使劲嗅了嗅鼻子 对张光灿几里咕噜地说了一通日语 那意思是 这里有股奇怪的味道 张光灿也用鼻子嗅了嗅 皱起了眉头 西村发现了地上的大木盆 他迟疑了一下 还是走了过去 张又龄见日本人对木盆里的东西感兴趣 就主动端起桌子上的油灯 给他照着亮 西村武夫看着木盆里黑乎乎的东西 皱了一下眉头 问张光灿 这是什么东西 张光灿问张又龄 这东西是干嘛的 至末呀 我从古书上看到个至末的方子 想自个儿做着试试 张光灿眯起眼睛 打亮着张又龄 你是谁呀 橘子皮在一旁抢着打倒 琉璃厂 取下一个拐柏 拿过来给他们看 取烟的 我要做的是松烟末 在炉子里点松树汁 让烟存在烟囱里 西村伸出一个指头在拐柏里探了探 沾出了点烟油子 又伸到鼻子边闻了闻 表情显得很疑惑 这个味道和盆里的不一样 张光灿翻译 黄军问 为什么这个味儿和盆里的不一样 张又龄指着木盆 这是原料 盆里的兑上了胶 还有鸡蛋签 朱砂 西村伍夫松了一口气 他练过毛笔字 知道墨是干什么用的 他转身对橘子皮吼了一声 你的情报有误 这里不是做炸药的 橘子皮一听就傻了眼 黄军 黄军 我可真不是有意蒙你 我 我看见他们在这鬼 鬼鬼祟祟的捣鼓 就以为是做炸药害黄军 他吓得不轻 浑身直哆嗦 西村伍夫拍了拍 橘子皮的肩膀 你对大日本黄军很忠诚 这很好 不过 你需要学习一下 做炸药的基本常识 橘子皮听罢 连着给西村 鞠了三个弓 谢谢黄军 谢谢黄军 西村伍夫挥挥手 带着布下 向门口走去 橘子皮愣了一下 也慌忙跟了上去 路过灶台时 他把盛着鸡蛋黄的大粗碗 碰到了地上 鸡蛋黄 撒了一地 赵三龙 正在给李山东解绳子 心疼的直跺脚 李山东活动着 已经麻木的双臂 感叹着 东家 多亏您想得周到 让我在暗处埋伏着 要不然 可就麻烦了 张又玲 爱恋地看着两个年轻的伙计 抓点紧 咱们尽早把磨成行 明儿个 我带你们去全局德 好好吃一顿 谢谢东家 两个伙计的脸上 乐开了花 1938年12月 远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 汪兆明离开重庆 去到越南河内 回到南京 他发表至蒋介石的电报史声明 公开与日本政府合作 为此 维持会组织北平市民游行庆祝 这天上午 橘子皮手里举着一面小旗子 带着一只 从各家铺子里 临时抽人凑出来的游行队伍 懒散地走在琉璃场街上 这只队伍没什么秩序 看上去跟逛大街的人也差不多 橘子皮是个文盲 对今天游行的目的并不清楚 也不知道 那个叫汪兆明的人 是何方神圣 他只是个听喝的 既然宋会长派了差 他就得把这活干好 和许多小人物一样 橘子皮是那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主 途经荣宝斋 橘子皮回过头仔细寻视了一番 随即高声喊道 荣宝斋的人来没来 队伍里半赏没人言语 橘子皮气急败坏 没来 他妈的 我就知道他们没来 他朝众人挥挥手 都先停停 别走散了 我去看看 橘子皮进了荣宝斋 没好气的冲王仁山喊道 王经理 荣宝斋怎么没出人呢 王仁山正在翻腾时间 他站起身 早就过去了 橘子皮急了 游行队伍都出发了 你们荣宝斋的人到现在还没见着影呢 王仁山显得很狐疑 不会吧 正说着 赵三龙提着裤子从后门进来 他脸色蜡黄 经理 昨个不知道哪口吃的不对付 从后半夜就开始跑肚子 这不一早晨竟在茅房里蹲着来着 呦 三龙 我还以为你去游行了呢 闹了半天在茅房呢 橘子皮 这你可都瞧见了吧 三龙病了 橘子皮晃动着小旗子 瞥了赵三龙一眼 那就换个人吧 不去可不行 王仁山有些为难 伙计们都出去了 临时恐怕找不出人来 要是实在找不出人来 那就王经理 您去一趟吧 橘子皮毫不含糊 王仁山连忙摆手 可别假 我走了 铺子谁照应啊 赵三龙好奇地看着 橘子皮手里的小旗子 顺手抢过来 旗子上面写着 热烈庆祝汪兆明先生 与日本政府合作 赵三龙 念出了声 张又龄 正好迈进门槛 他大吃一惊 什么 你说什么 汪兆明怎么了 赵三龙迎上去 哎呦 东家 您还不知道 报上都登了 汪兆明跟日本人讲和了 王仁山递过报纸 今儿早上刚登出来的 他又拍拍橘子皮的肩膀 我说兄弟 我们铺子里是实在抽不出人来 你帮帮忙 通融一下好不好 橘子皮想了想 既然你没有难处 我也不好太较真 日本人那儿 咱们总得应付应付 不然我也没法交代 这样吧 我替你们雇个闲人去游行 你王经理得意思意思 橘子皮做了一个 手指撵钞票的动作 王仁山心领神会 好说好说 你先去 等晚上到我这拿钱就行 得嘞 咱们一言为定 橘子皮洗上眉梢 一阵风势地出去了 这边 张又龄看着报纸 他的胸膛 剧烈地起伏着 渐渐地站立不稳 他手扶着柜台 勉强走到桌子边 颓然地摊坐在椅子上 东家 东家 您怎么了 是哪儿不舒服 王仁山赶紧跟过去 张又龄沉重地摆摆手 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 张又龄缓了过来 他猛地站起身 从百宝阁里取下 汪兆明赠送的酸泥墨 他拿在手里 仔细端详着 与汪兆明相处的往事 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半晌 张又龄满脸是泪水 他举着鼓墨 惨笑道 汪兆明啊汪兆明 以前我敬重你 敬你是条汉子 是个响当当的革命党 可我错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万没想到 你居然当了汉奸 你呀你呀 你难道不知道 日本人占我国土 毁我城市 杀我百姓 奸我妻女 和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可你却叛国投敌 认贼作父 丢尽老祖宗的脸 我张又龄 唯有你这样的朋友 感到奇耻大如 今天 我与你汪兆明 割袍断意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的仇敌 张又龄双手举起酸泥墨 连同罩在古墨上的玻璃罩子 狠狠地摔在地上 啪的一声催响之后 酸泥墨和玻璃罩子 一起被摔得粉碎 王仁山扶着张又龄 从椅子上下来 倒了碗茶端过去 东家 您消消气 消消气 张又龄一仰脖子 把茶喝完 重重地把茶碗 搁在八仙桌上 一甩手 扬长而去 后院里 宋怀仁听见响动 赶紧过来了 他看了看 张又龄的背影 又瞧了瞧地上的 碎玻璃茶子 和摔坏的酸泥墨 蹲下来 捡起一块碎墨 仔细看了看 又扔在地上 站起身 不应不扬地说道 东家 这是何苦呢 汪先生眼下是日本人眼前的大红人 现八家还来不及呢 他可倒好 拿人家送的礼物当出气筒 也不知图个什么 多亏我当着维持会长 要是换了别人 就接个这事 就够进宪兵队的 赵三龙走过来 副经理 您错了 古墨是我刚才收拾架子 没留神碰下来的 宋怀仁的眼睛一瞪 糊弄谁呢 以为我是傻子是吧 赵三龙毫不示弱 您刚才进来的时候 古墨已经碎了 我说是我碰下来的 您怎么才能证明不是呢 总不能指着葫芦说是嫖吧 三龙 还不快收拾收拾 在这费什么话 王仁山狠狠地说道 赵三龙出去 拿扫帚拨紧了 送坏人坐下 叹了口气 哎 经理 咱这东家 照这么下去 我看闹不好 非做瘪子不可 王仁山 庄没听见 抱着一锣尸肩 出去了 宋怀仁心里 有个小算盘 眼下虽说是 日本人的天下 可荣宝斋的职位 也不能轻易放弃 脚踩两只船 拿两份薪水 不是更好吗 甭管到啥年月 钱可都是好东西 谁也不白给 所以 尽管他清楚 铺子里的人 都不待见他 但只要面子上 还过得去 他也尽量 不把事情做绝 张又龄 心血来潮 开的那个 至末作坊 总算没打水漂 末 终于做出来了 不过质量嘛 可真不咋地 那天下午 张又龄 来到铺子里 他拿出张末 递给王仁山 仁山啊 瞧着还凑合 就是言出来的色淡 画画还行 写字就差点意思了 王仁山 接过墨 仔细地看着 宋怀仁也凑过来 张又龄 显得颇为热情 怀仁啊 你也瞧瞧 宋怀仁 故作惊喜 哟 做成了 王仁山把墨 递给宋怀仁 宋怀仁 拿在手里 看了看 皱起了眉头 东家 这是围带那方子 亮度不够啊 咱哪找 那么多鸡蛋青 往里对呀 赵三龙在一旁插话 宋怀仁 思索了片刻 光对鸡蛋青还不行 我看 焦也得多加点 张又龄 赞赏的点点头 还得说 怀仁是行家 下回 你跟着三龙做去 宋怀仁赶紧推辞 我就算了 我可没那赢 他把墨 还给张又龄 您做出这样的墨 卖给谁去啊 买主不成问题 送货倒是件麻烦事 这麻烦什么呀 嘿 出城不都得检查吗 日本人哪知道这是什么呀 要是当成危险瓶给扣了 那可就赔大发了 哦 卖到外地 宋怀仁 私存着 王仁山开口了 东家 我不是嫌这墨不好 要是在北平 还真怕卖不出去 张又龄站起身 怀仁啊 你不是在为之会吗 想想办法 把这批货弄出去 将来 试几回以后 咱这墨会越做越好 要是能有个外运的渠道 这买卖可就做成了 张又龄有日子 没给宋怀仁好脸了 今儿个好歹 张墨算是拿出来了 东家透着喜性 宋怀仁赶紧巴结 东家 您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 一定想办法 张又龄顺水推舟 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话是这么说 这么重要的事儿 能指望宋怀仁吗 这些日子 张又龄派李山东 到广安门 转悠了好几趟 日本鬼子 对出城的物品 检查得很严 轻易混不出去 不过 李山东谈到了一个细节 引起了张又龄的注意 原来 每逢双日子 都是曾经到过 至末作坊夜茶的 那个西村小队长 在城门盘查 张又龄思索了一番 记上心来 他如此这般的 交代给李山东 李山东心领神会 当天晚上 就请橘子皮 喝酒去了 在琉璃厂附近的 一家小酒馆里 橘子皮大为感动 你们东家仗义 游行嘛 小事一桩 糊弄日本人的 王经理已经给了钱 还让你专门再请一顿 我这心里怪不落人的 李山东显得很亲热 哥们儿 甭客气 走着 两人碰杯 将杯中酒 一饮而尽 橘子皮 咋巴着嘴 这酒真不错 老哥 你在荣宝宅 日子就是比咱哥们过得滋润 李山东顺嘴说道 那你也来啊 橘子皮摇摇头 哪有这儿好事 你们王经理 也得要我呀 你要是真想来 我就跟王经理说说 那不好 王经理就同意了 李山东一本正经 得了吧 别进那好听的糊弄我 你们荣宝斋那么大的铺子 要我一混混干嘛 李山东急了 兄弟 这我就不爱听了 哪个孙子拿你当混混来着 我跟他没完 橘子皮苦笑着 山东别拿我打产了 哥们也敬你一杯 算是给荣宝斋赔不是 你可一定替哥们 给你们东家带过话去 上回实在是没辙 宋会长逼着让我 带着日本人上去 我在宋会长手底下混饭吃 能说不字吗 李山东大包大揽 醒来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今儿晚上咱哥俩喝痛快了 把过去那些 咯咯哒哒的事全忘了 两人推杯换盏 喝了一晚上 橘子皮烂醉如泥 被李山东架着回到了住处 让橘子皮 万万没想到的是 王仁山居然答应 录用他了 听到这个消息 橘子皮先生愣了半赏 以为自个儿在做梦 紧接着是热泪盈眶 他扑倒在地 平生头一回给父母连着磕了三个响头 口中喃喃自语 爹 娘 你们在阴间积了得 孩儿总算时来运转了 第八十四集 上班的那天 橘子皮起得特别早 在门外等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才等来了王仁山 橘子皮恭恭敬敬地站在王仁山的对面 王仁山直指椅子 你坐吧 不了 我站着就行 橘子皮欠了欠身子 知道谁举荐的你吗 橘子皮不假思索 李山东 还有宋副经理 主要是我们宋副经理看上你了 橘子皮受宠若惊 宋副经理是我的大恩人 您也是 我橘子皮忘不了您二位的大恩大德 王仁山打断了他 我跟宋副经理商量了一下 围吃会那边你还得盯着 不然日本人该说荣宝斋挖围吃会的墙角了 荣宝斋这儿有事就招呼你 没事呢 你也用不着过来 感情我不是长期的呀 橘子皮不经大失所望 王仁山皱起眉头 我不说你也知道 这些日子物价飞涨 饭还不够吃呢 还能有多少人买文房用品 别看铺子不小 可眼下挣不着钱呢 橘子皮的眼珠子一转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白帮忙 那倒不是 咱们干一笔结一笔 就按现在的行事 你觉得怎么样 成成 橘子皮连连点头 正说着张又玲进来了 橘子皮点头哈腰的凑上去 东家您过来了 有什么事您就吩咐 能给荣宝斋刨腿 是我八辈祖宗 记下的应得 王仁山挥挥手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是 王经理 那我就走了 随时等您的招呼 橘子皮倒退着 出了荣宝斋后院的背屋 张又玲和王仁山 相视而笑 又是一个双日子 橘子皮和李山东 每人推着一板车货物 向广安门走去 快到城门口了 王仁山坐在一辆洋车上 迎面过来 李山东停下板车 王经理 您这是 橘子皮也点头哈腰的 王经理好 王仁山下了车 我刚才去会一个客户 怎么 你们是去送货吗 李山东点头 是啊 在城外交货 王仁山对橘子皮说道 我和山东说几句话 你先去吧 一会儿 你们到城外会合 橘子皮端起车把 好嘞 你们聊着 我先走一步 山东 我在城外那家小贩铺的门口等你 橘子皮走远了 李山东轻声问道 经理 您什么事 王仁山微微一笑 没事 你坐这歇会儿 抽着烟 待个二十分钟再走 可是橘子皮还在城外等我呢 那就让他等着 王仁山说吧 上车走了 李山东一屁股坐在路边人家的台阶上 掏出了烟点燃 自言自语 听经理的 歇二十分钟再走 城门口 日军正在严格的盘查过往行人 橘子皮推着板车一直走过来 主动掀开板车上的扇步 等着日军检查 日军查完了前面一个背着被搂的老乡的东西 橘子皮把板车向前推了几步 献媚地说道 太军 您瞧瞧 西村小队长从后面走过来 他拿出一块墨 仔细地看了看 显得很疑惑 什么的东西 橘子皮点头哈腰的 墨 太军 写字用的墨 西村小队长仔细地打量着橘子皮 说了一串日本话 橘子皮不知道西村说的是什么 抓耳挠腮地正着急 翻译张光灿脸上冒着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他先对西村点了个头 又冲橘子皮皱皱眉头 怎么又是你呀 橘子皮热情地拉住张光灿 先生 您告诉太军 这就是上回我带你们去的那个作坊 做出来的东西 张光灿拿起一块墨 撇了撇嘴 做得不怎么样 张光灿跟西村小队长鸡里咕噜地讲了一通日本话 西村点点头 一挥手让橘子皮过去了 李山东扔掉烟头 抬头看了看太阳估计差不多了 推起板车向城门走去 要出城的人多了起来 排起了长城的队伍 李山东推着板车站到了队围 城门外 橘子皮推着板车向前赶路 赵三龙站在一棵大树底下向城门的方向张望 见橘子皮过来了快步迎上去 山东呢 在城门那儿遇见王经理了 王经理和他说事 过一会儿就追上来 把车给我 你回去瞧瞧 就交给你了 我把买主带来了 就在前边的饭铺里吃饭呢 交给他们就算歇活了 橘子皮把板车交给赵三龙 嘿 这趟活真他妈的利索啊 李山东遇上了麻烦 日军对板车上的毛笔如临大敌 西村小队长手里拿着只中风狼嚎 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他指着毛笔上的一行小字 问张光灿 这上面写着什么 张光灿回答 这上面写的是荣宝斋监制 西村思索了片刻 从军装的口袋里拿出张纸 迅速扫了一眼 手指着一处 荣宝斋 张光灿点点头 正是 西村随即做了个手势 说了一串日本话 张光灿听完 对李山东力声喝道 把车推边上去 李山东愣住了 这是干嘛呀 荣宝斋的吧 太军说了 得仔细检查检查 李山东只好把板车推到边上 将一包一包捆好的纸毛笔都打开 弹了一地 城外燕家小贩铺的门口 张小璐的同学 吴雪千和几个青年正在交集的等候 赵三龙推着板车过来 吴雪千迎上去 三龙 辛苦了 赵三龙放下板车 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这是我们东家给你的 吴雪千迅速把信看完 太谢谢你们了 赵三龙指着车上的墨 敲声说道 用温水化开就能用 他回头看了看 按说那辆也该过来了 吴雪千吩咐一个青年 换到咱们的车上 马上回去 是 青年把板车往饭铺的院子里推去 吴雪千看看怀表 进去吃口东西吧 赵三龙摇摇头 不了 我去营营那辆车 李山东那辆车 自然是被日本人扣下 没放出城 回到荣宝斋 李山东沮丧地坐在 后院北屋的台阶上 看着板车上被捅得 乱七八糟的文房用品 哀声叹气 宋怀仁背着手站着 百思不得其解 不应该呀 那天我跟锦上先生 打招呼的时候 他答应得好好的 荣宝斋的东西一律放行 怎么到了 还是没出去呢 张又龄端着茶碗 从被捕出来 怀仁啊 日本人的话能食指着吗 他们嘴里说的好听 什么终日清善 清善来清善去 暗地里对你防着一手 锦上村光太不够朋友了 也许是误会 宋怀仁还在苦思迷想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橘子皮兴冲冲地 从侧门进来了 他先对张又龄哈哈腰 东家 您在这儿 接着静止走到 宋怀仁的面前 宋会长 话一出口 觉得不对劲 赶紧改口 哦 宋副经理 这趟活 我可是干完了 橘子皮得意地 瞥了一眼离山东 我还等着钱 买混合面呢 宋怀仁皱着眉头 你是怎么出去的 我大摇大摆走出去的 日本人连个屁也没放 橘子皮洋洋自得 李山东站起身 橘子皮 我就纳闷了 怎么日本人 看你就这么顺眼 你小子是怎么给日本人 伺候舒坦了 也给咱介绍介绍 橘子皮的脸一沉 李山东 你这话里带刺儿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日本人 看我顺眼怎么了 你小子有气 找日本人撒去 李山东上前 一把揪住 橘子皮的衣领 你再说一句 我不把你揍出屎来 橘子皮不甘示弱 怎么着 想打架是不是 你动我一下试试 你菊爷也不是被吓大的 宋怀仁厉声喝道 都干什么 都干什么 当着东家的面就打架 还想干不想干了 张又玲对橘子皮挥挥手 到前头 找王经理开钱去吧 是 东家 橘子皮又对张又玲 哈哈腰 他从宋怀仁身后绕过去 狠狠地瞪了一眼李山东 拉开门 进了前厅 张又玲回到北屋 不一会儿 王仁山也进来了 他随手关上了门 张了张嘴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两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上都愁云密布 这车要末 运到城外的抗日根据地 总算是解了那里军民的燃眉之急 出于对荣宝斋安全的考虑 吴雪谦设法开辟了另外的运送渠道 张又玲个人出资开办的这个置墨作坊 一直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坚持到抗战胜利 这是张又玲及月明春 王仁山和荣宝斋的伙计们 这些普通的北平市民 在民族威王的重要时刻 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 李英载入史册 荣宝斋刚开门 街上还没什么人 一辆人力车在门口停下 一个老乡下了车 他抬头看了看 门楣上高悬着的扁 站在门口喊起来 三娃子 找三娃 李山东迎出来 大清早的 你喊什么 找谁啊 老乡陪着笑脸 兄弟 我找三娃子 李山东上下打量着他 三娃子 没有 怎么没有呢 四叔说就是在荣宝斋啊 老乡泛起了嘀咕 叫什么 哦 姓赵 大号叫赵三龙 嘿 你早说呀 他出去了 没在铺子 那您给三娃子带个话行吧 他媳妇病了 又拉又吐 想叫他回去一趟 李山东点头 行啊 你放心吧 我一定把话带到 赵三龙回到铺子 一听说媳妇病了 立刻忧心忡忡 站在柜台后面 一阵阵的发呆 王仁山走过去 拍着他的肩膀 三龙 我都听说了 现在西边不大干净 闹虎勒拉的人不少 我劝你 还是别回去了 赵三龙犹豫着 经历 四叔让人带话来 准是绣花病得不轻 他哥那年打鬼子 落下残疾 腿瘸了才退伍回家 是他在照顾绣花 我不放心啊 还是想回去一趟 西边的病不好说 我是怕你也 哎 王仁山无奈地摇了头 转身走到帐柜前 拿出些钱 塞给赵三龙 那就快去快回吧 赵三龙还没来得及 跟经理说声谢谢 宋怀仁就在铺子外面 大声吆喝上了 都谁在呢 赶紧出来卸车 一辆拉着面粉的大车 在荣宝斋的门口停下 宋怀仁神气活现地 从车上跳下来 王仁山诧异地来到门口 怀仁 这是 宋怀仁拍拍面口袋 一个日本朋友帮着弄的 经理 我宋某人混好了 大伙也跟着沾光 他伸着脖子 向铺子里张望了一下 三龙一会儿给东家送两袋去 赵三龙 李山东 出来扛面粉 前席财 站在慧远阁的门口 艳羡不已 瞧人家宋怀仁 可这北平城的人都在吃混合面 他愣能搞到一车白面 旁边 古渊阁的魏掌柜凑过来 哼 还不定怎么来的呢 吃黑心事 让他们得耶格 停顿了片刻 魏掌柜像是想起了什么 我说前大伙计 你们陈掌柜的 到底怎么着了 提起陈福庆 前席财 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 哎 在日本宪兵队灌了辣椒水 陈掌柜的也奔六十的人了 身子骨哪经得出这个呀 他儿子把家里的金条全拿出来了 可日本人不买账 人家要的是四名山居徒 嘿 我就纳了闷了 日本人怎么就知道 陈掌柜的手里有四名山居徒呢 前席财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还不明摆着吗 魏掌柜朝宋怀仁挪挪嘴 前席财 这才恍然大悟 不过 在宋怀仁看来 他对陈福庆 已经算得上是人至义尽了 皇宫望的这幅四名山居徒 是陈福庆在崇外岳王庙的小室上 花二十个童子捡漏捡来的 这个底儿他可没跟日本人透 还在井上村光那儿说了不少好话 争取到了好价钱 可陈福庆就是不买账 死说活说都不拿出来 那就没辙了 只好以通贡的罪名拿进宪兵队 这是和日本人较劲的必然结果 陈福庆的儿子比他爹明白 一看势头不对 赶紧就把话交出来了 还跪在地上一个劲的给宋会长磕头 看在宋会长当年在慧远阁待过的份上 无论如何把他爹救出来 下辈子就是给宋会长当牛做马 也在所不辞 四名山居徒终于到手了 宋怀仁未敢耽搁 当天下午就送到了井上村光的办公处 井上村光双手接过四名山居徒 他戴上雪白的手套 把四名山居徒缓缓展开 口中喃喃自语 黄公望的大作太美妙了 他欣赏了良久才恋恋不舍地把话放下 宋先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黄公望是元四家之首 此君在仕途绝望之时 归影山林做了影视 浪迹江湖 齐侠似艳照剑客 齐达似晋送九徒 就在这种任意率真之中 成就了千古化明 井上村光闭上眼睛 沉醉其中 他仿佛回到了遥远的元代 和黄公望君一起豪影舞剑 携手悠游临下 这样的生活 也是井上村光梦寐以求的 他盼望将来战争结束了 自己也能过上这种自由安逸的影视生活 宋怀仁看着井上村光沉迷的样子 怎么也猜不透 这个日本人心里正在琢磨什么 只好恭恭敬敬地站着 干等着井上村光把眼睛睁开 电话铃声响起 井上村光接过电话 终于回到现实 他从抽屉里拿出陈福庆的儿子 交来的四根金条 这些全部给你 继续为黄军效劳 下一步的目标 是张家的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 宋怀仁把金条揣进怀里 激动地给井上村光拘了一躬 谢谢井上先生 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跑不了 张又玲早晚会交出来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第八十五集 霍乱俗称虎列拉 由于日军1855西军部队 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军的实验 导致霍乱迅速蔓延 日军部队长西村英二下令封锁疫区 将染病者和疑似患者全部烧死 或扔进放有石灰的大坑里活埋 北平地区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 赵三龙带了些吃食匆匆往家赶 路上不时看到挂着红十字旗 拉着霍乱患者的大卡车从身旁呼啸而过 他更加的心急如焚 回到家中 只见绣花双眼紧闭 蜷缩在破木板搭的床上 一声不吭 赵三龙放下肩上的包袱 坐在床边 他抚摸着绣花的额头 轻声问道 花儿 你好点了吗 绣花儿还没答话 铁子瘸着腿端着碗野菜汤进来了 他一见赵三龙神色大变 三娃子 你怎么来了 绣花儿的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你别再染上 哥 四叔托人给我带了信 赵三龙从铁子手里接过碗 伸手去扶绣花 花儿 起来 咱把汤喝了 嗨 这个四叔 我怎么拦也拦不住 铁子很是气恼 绣花挣扎着 还没全坐起来就吐了 赵三龙赶紧闪开碗 可他吐的脏东西 还是溅到了碗里 弄了赵三龙一身 铁子过来 扶住绣花 用衣袖擦了擦 绣花的嘴 叹了口气 慢慢地放绣花躺下 赵三龙看着被绣花吐脏的碗 迟疑了一下 把汤泼在了地上 铁子不由分说 拉起赵三龙就出了屋子 两人站在院子里 铁子催促着 绣花的病 由我照顾就行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赵三龙满脸忧虑 铁子哥 绣花就这么挺着可不成 我回城里弄点药 马上送过来 听我的话 快回吧 绣花命硬 兴许能扛过去 你就别来了 这狐猎拉太厉害 要是传给你 可就不得了啊 赵三龙摇摇头 铁子哥 我是绣花的男人 他病了 我理应留下照顾他 就算是染伤病 也是我的命 再说了 你是他哥 你都不怕染伤 我干嘛要怕 铁子急了 你跟我别 我是从战场上 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现在还活着 已经是白转了 我们一个连的弟兄 就活下我一个 你说 我还能怕死吗 我他妈的巴不得 去和弟兄们做伴 三娃子 你听我的 赶紧走 这儿有我顶着 我和绣花 真要是没扛过去 这也是命 你记着 每年忌日 给我们捎点纸就行 两人还在争辩 突然 远处传来阵阵嘈杂声 铁子侧耳 细听了片刻 脸色一沉 不好 要封村子了 赶紧送小路走 赵三龙站着没动 铁子哥 这不行啊 铁子推丧着他 大声吼道 给我走 赵三龙被铁子强行撵走了 他抄小路迅速向后山跑去 村子里 穿戴防护服的日本兵 已经在挨家挨户搜查了 他们点火烧房 强行将祸乱患者和病弱者 扔到卡车上 赵三龙爬上了后山 他站住 向家中眺望 只见铁子 单手抱着绣花 另一只手 和穿戴防护服的日本兵撕扯 挣扎着 不让日本兵 把绣花拖走 负责警戒的日本兵 提着枪冲上来 一枪拖 把铁子打倒在地 赵三龙怒目言睁 妈的 小日本 老子和你们拼了 他刚要冲下山去 被一个砍柴的老乡 死死抱住 三娃子 不能啊 回去你就没命了 绣花被穿戴防护服的日本兵 强行拖出了院子 绣花正拖了 他大叫着扑向铁子 哥 负责警戒的日本兵迎上去 举枪就刺 绣花一个亮枪 捂着肚子 倒在了地上 鲜血顺着指缝 涌涌流出来 抬起绣花 一游一送 扔进火海 啊 绣花发出一声惨叫 屋子转瞬间就坍塌了 铁子被日本兵用枪托打倒后 就是滚到院墙的墙角 把手伸进墙窟窿摸索着 突然 一个日本兵恐怖的大叫起来 只见铁子手里出现一颗手榴弹 木柄的底端痴痴冒着白烟 显然是已经拉了导火索 几个日本兵手忙脚乱的拉动枪栓 将子弹上膛 但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铁子大吼一声 连长 弟兄们 铁子来了 轰的一声 手榴弹爆炸了 院子里的人都在火光硝烟中倒下了 赵三龙眼前一黑 栽倒在地上 天色已晚 铺子打烊了 伙计们开始上窗板 王仁山和宋怀仁 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着 对面陈掌柜的放出来了 挨了打又拿出金条 都没用 日本人要的是四名山居图 到了还是把四名山居图拿出来 这才换了条命 宋怀仁解说的挺详细 听说被打得不轻 嗨 全是自找 要是早跟日本人合作 至于吗 我就闹不明白了 日本人怎么知道 陈福庆手里有四名山居图呢 日本人是谁呀 锦上村光十多年前就在琉璃场转悠 谁手里有什么知道的一清二楚 下一步就该轮到咱们东家了 宋怀仁说的漫不经心 王仁山心里一惊 但还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荣宝斋是南纸铺 经营笔墨纸燕 东家手里能有什么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宋怀仁显得很神秘 他往王仁山跟前凑了凑 压低了嗓门 东家手里有宋徽宗的柳玉图 和淮宿河上的西陵圣母帖 锦上村光早就惦记上了 这可不是小事 等宋怀仁磨磨蹭蹭的走了以后 王仁山赶紧来到了张家 张又龄听罢王仁山的话暴怒 他哗啦一声 把茶碗狠狠的摔在地上 放声骂道 小人卑鄙 简直是条狗 东家 宋怀仁本来就是条恶狗 他早晚会有报应 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张又龄一时也没了主意 他气得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我知道怎么办 反正绝不让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 烙在日本人手里 王仁山皱起眉头 可您不能硬顶 陈福庆就是前车之箭 日本人大不了就是要我这条命 反正我是想开了 字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不能在我手里被抢走 不然我张又龄对不起祖宗 何家碧流下了眼泪 我们当然不能交出去 可咱们总得想个法子呀 这么硬顶也不是个事 日本人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东家 我琢磨着 硬顶肯定不行 我看咱们还是得和日本人玩玩 说实话 别看锦上村光在琉璃厂混了十几年 就他这点道行 也就是三子经百家性的水平 还差着行事呢 张又龄冷静下来 你的意思是 用仿座糊弄他们 还得快 听宋怀仁那意思 陈福庆这事完了 就该轮到您了 张又龄私存了片刻 摇了摇头 作假也没那么容易 作假的人除了手艺好 人可靠 最好还能找到骨质和骨末 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乱真的效果 问题是 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 到哪找合适的人去 是啊 到哪找合适的人去呢 客厅里静下来 三个人的大脑 都在飞快地转动着 突然 何家壁开口了 要不然 先给宋怀仁个差事 把他织出去 拖延一下时间 王仁山的眼睛一亮 对 太太 您这主意好 此时 在前门大街上 刚刚染上虎猎拉的橘子皮 被日本防疫队发现了 他和几个混乱患者 被身穿防护服的日本兵 用刺刀 逼到了墙角 日本防疫队长 星田次郎 和他的部下 三本纠夫 这些人 可以确诊吗 三本纠夫 战前是北海道 勇管市里 走街串巷的游衣 懂些医术 但属于二把刀那类 给人治好了就吹牛 治坏了就撒鸭子 他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可以确诊 事或乱 需要特殊处理 我们还要多准备一些石灰 没问题 治病的药没有 石灰倒有的是 星田次郎 招招手 几个日本兵 从卡车上 抬下了一筐生石灰 橘子皮发现不妙 他急忙大叫 太军 太军 我是维持会的人 不信您可以去调查 我们会长叫宋怀仁 太军 我是自己人 我不是虎猎啦 三本纠夫 从筐里 缠起一桥生石灰 劈头盖脸地 扬在橘子皮的身上 给旁边的人做示范 要这样 先笑一遍毒 再拉走 橘子皮被呛得连声咳嗽 他吐出一口声石灰 破口大骂地扑上去 小日辈 你们他妈的过河就拆桥啊 局也给你们 按牵马后的忙 你们他妈的还有良心吗 橘子皮的骂声 惊动了街对面 正在匆匆赶路的宋怀仁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过去 转身钻进了旁边的一家绸缎庄 透过绸缎庄的玻璃窗 宋怀仁看见 星田次郎恼羞成怒 他拔出手枪 罩着橘子皮 啪啪就是两枪 鲜血从橘子皮的胸口涌出来 橘子皮慢慢地倒下了 宋怀仁隐隐听到了橘子皮最后的骂声 小石本我操你祖宗 他恐惧地闭上了眼睛 绸缎庄的伙计走过来 先生您不来身香云纱 这个季节买便宜卖给您 宋怀仁这才回过神来 匆匆离开了 来到锦上村光的办公处 宋怀仁依旧是毕恭毕敬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他哈哈腰 锦上先生 我跟您辞行来了 锦上村光微微一愣 你要走 宋怀仁赶紧解释 暂时的 我们东家让我去南边进货 柳玉图和西陵圣母铁有进展吗 就在东家手里 我回来就给您招呼 那就快去快回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你办 您放心吧 从锦上村光那里出来 前门大街上的那一幕 又浮现在眼前 宋怀仁难得地流下了眼泪 引得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 他伸手磨砺巴 得 橘子蹄 你走好吧 待会哥哥给你买纸钱去 让你到了阴间好友的话 王仁山从天津回来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他未敢耽搁 马不停蹄地直奔了张家 在张家大门口下了洋车 王仁山迈上台阶刚要敲门 用人已然从里面把门拉开了 王经理 老爷正等着您呢 书房里 张又龄正在翻弄陈年旧址和古墨 王仁山匆匆走进来 张又龄抬起头 急切地问 怎么样 王仁山喘了口气 东家 我在天津找到了德姓斋的贺掌柜 他是我多年的朋友 人也可靠 他跟作假的有来往 也愿意帮忙 看来 西陵圣母铁问题不大 只是 王仁山显得有些为难 需要把真迹送过去临摹 带真迹过去 太危险了 这可不行 张又龄断然拒绝 可没样子 人家怎么访啊 要是到照相馆拍照呢 王仁山摇摇头 我想过 不靠谱 要是拍照 可不是一张两张 得把细部都拍全了 照相馆 咱可没可靠的人 万一泄露出去 麻烦就大了 墙上的挂钟 滴答滴答地走着 书房里 一时沉默下来 过了两久 张又龄才叹息着说道 唉 我也想不出折来 反正是不能拿出真迹 王仁山依旧在苦思迷想 张又龄拿来陈年旧纸和古墨 放在书桌上 仁山 昨夜里 我翻腾出点旧东西 你看 这纸是宋代的 墨是元代的 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鉴定手段 从橙色上看 几乎可以乱真 这是当年赵之谦先生 送给我爷爷的 没想到 现在派上用场了 王仁山突然一拍脑门 有了 我怎么早没想起来 东家 您可能还不知道 这些日子 咱们贴到座那边 有了重大突破 荣宝寨的木板水印技术 已经基本成熟 张又龄摆摆手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啊 咱们石竹斋尖谱都映出来了 那不一样 石竹斋尖谱 只是映出了古代尖纸上的图案 为的是 不至于让这些图案失传 对仿真程度要求不高 可咱们的木板水印技术 是专门为仿古画开发的 它的目标是 复制古今名画 要达到库寺原作的程度 哦 你的意思是 名画只有一幅 如果能复制出逼真的仿作 那就是荣宝斋的一绝了 很多人都可以买得起了 没错 这是一项新业务 在这项业务上 琉璃厂任何一家铺子 都没法和荣宝斋竞争 张又玲私存着 这项技术的工艺 恐怕会很复杂吧 这样吧 明儿个 我带您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 王仁山陪着张又玲 来到了荣宝斋的贴套座 只见画工们正在低着头 勾描画稿 雕板工们聚精会神的雕刻 印刷工人 则有条不紊的 拼板调色 张又玲走马观花的 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他还是显得忧心忡忡 人传 如果我们把西林圣母铁 用木板水印的技术 复制出来 能糊弄日本人吗 王仁山摇摇头 恐怕不行 用木板水印的技术 复制出来的东西 呼呼外行还行 行家可蒙不了 我的意思是 他凑近了张又玲 敲声说道 把西林圣母铁 用木板水印的技术 复制出来 再拿出去做假 以前我最恨做假 想不到今天 我张又玲也要做假了 张又玲感叹着 王仁山不以为然 东家 这没办法 您跟强盗 没法讲理 就只好蒙他们了 柳玉图 能用木板水印复制吗 不行 柳玉图太复杂 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 咱们得另想折 可是 想什么折呢 王仁山心事重重地 回到荣宝斋 他刚迈进门槛 漠然发现 张大千正在铺子里 王仁山一震 八爷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张大千笑了笑 我这是自投罗网啊 第八十六集 王仁山迅疾反应过来 是来接夫人和孩子的吧 张大千一直在敦煌墨高窟 临摹壁画 夫人和孩子就留在了北平 把留在北平的字画 也一起带走 准备的差不多了 过两天就启程 我跟你告个别 日本人站着北平 也不知道哪天算是个头 恐怕咱们一时半会儿 是难得再见面了 王仁山把张大千 让到了后院北屋 张大千愤愤地说道 日本人真他妈不识东西 我来北平才几天 就在家门口 看见好几起杀人强奸的事 唉 这日子是不太平啊 王仁山下意识地 向外张望了一下 他想起宋怀仁 这时已经到了晖州了 这才任张大千 继续说下去 我家门前那大有装米店 买混合面的人 好好的排着队 一帮日本人过来 冲着大姑娘小媳妇 就扑上去了 一边往外拽 一边就解上衣服了 旁边几个有血性的汉子 冲上去拦着 日本兵不由分说 开枪就给打死了 这行的哪是人事啊 纯粹是畜类 张大千还在滔滔不绝 王仁山的眼睛突然一亮 他兴奋地一拍大腿 对呀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我说 大哥 怎么差了 张大千收住了话头 他疑惑地看着王仁山 杖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哦 是这样 王仁山把椅子拉到张大千跟前 如此这般的讲给他听 但是让王仁山万万没想到的是 张大千竟然一口回绝了 王仁山不禁起急冒火 话也失了分寸 两人居然呛呛起来 张大千站起身 拂袖而去 王仁山后悔不迭 八爷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八爷不想干的事 就算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他也不会干 但这又是眼前唯一可行的一个法子 万不可失之交臂 无奈 王仁山 眉精打采地来到了张家 书房里 张又玲听把王仁山的叙述 也皱起了眉头 半天没言语 傍晚 何家必进来叫他们去吃饭 张又玲突然有了主意 第二天 何家必带着柳玉突 指身去拜访了张大千 张大千与何家必见过两面 他对何家必很客气 对张夫人亲自登门造访 心中猜个八九不离十 两人闲聊了几句 何家必就把柳玉突 从南木盒子里取出 双手送到他的面前 张大千连连摆手 不不不 昨天王经理跟我提了 这不可能 夫人 宋徽宗的话 并不难防 若是我来做 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我曾发过誓 今后再也不画仿座了 为什么呢 明曰仿座 画着玩玩儿当然无妨 但有人愣是把它当作原画给卖了 这不是坑人吗 这种事我张大千不能干 所以我发誓今生不再放话 您别为难我 柳玉突 您还是拿回去吧 张大千把柳玉突 推回到何家必面前 听着张大千的话 何家必的眼泪 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他掏出手帕 擦着眼泪说道 大千先生 昨天王经理情急之下冒犯了您 我替他给您赔补食 日本人对柳玉突是志在必得 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的话 那我丈夫的命就悬了 会远隔成长过的事 想必您也听说了 柳玉突是我们张家的 也是咱们祖宗留下来的国宝 说什么也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眼前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请您访一服 把日本人糊弄过去 何家必 拿起柳玉突 双手举过头顶 给张大千跪下 大千先生 我求您了 无论如何 请您帮这个忙 何家必 泪如雨下 这可舍不得 夫人快快请起 我答应您还不行 张大千慌忙 把何家必搀扶起来 西陵圣母帖复制出来后 王仁山风风火火地 赶到了天津 德信斋古丸店的掌柜贺锦堂和王仁山的年纪不相上下 在天津古丸自画界也算有一号 他接过复制的西陵圣母帖打开挂在墙上 感叹着 这世界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你们荣宝斋现如今也做起假话生意了 王仁山赶紧摆手 这跟荣宝斋没关系 是我个人求你的事 眼下生意不好做 大伙还得吃饭不试 说着他凑近贺锦堂 你老兄嘴上可得严实着点 这是背着我们东家干的 要是传出去 我这荣宝斋的经理恐怕就当不成了 锦堂连连点头 我知道我知道 张又龄最不喜欢来这个 王仁山从包里掏出一个锦盒 递给贺锦堂 宫里出来的 老兄你多费心 估计多长时间可以访完 贺锦堂把锦盒打开 里面是一个做工精美的法郎彩双二瓶 贺锦堂爱不释手 他缓缓说道 那得看你的运气了 我就在天津等 越快越好 给王仁山送到旅店 贺锦堂就急着派伙计去请李莫云 额尔庆尼死后 李莫云在北平的生意大受影响 不久就把质甲作坊挪到了天津 这些年 他已经在天津混成这行的老大了 李莫云姗姗来迟 直到第二天傍晚 他才煮着拐杖夺进德行斋 贺锦堂迎上去 李大爷 你可真难请啊 李莫云在铺子里巡视了一圈 坐下 贺锦堂给他倒上茶 李莫云伸出手 拿来吧 什么呀 李莫云把手收回来 贺掌柜的 你要是跟我斗闷子 我今儿个就不陪你玩了 待会儿还有个饭局 李莫云站起身 我先走了 贺锦堂赶紧拦下 别 别见 李大爷 您是我清大爷 您先坐下成不成 李莫云又坐下 贺锦堂拿出复制的西陵圣母帖 您瞧瞧这个 我想请您找人仿一件 一定要高手 李莫云瞟了一眼 这可够费功夫的 仿一件价格可不低呢 您吃不了亏 我给双份的酬金 怎么样 李莫云喝了口茶 我考虑考虑吧 转眼之间 两个来月就过去了 宋怀仁已经回到了北平 要说他最上心的 还是维持会那边的事 回来后 每天到铺子里打个照面 就再也见不着人影了 反正王仁山回老家探亲了 伙计们是这么跟他说的 铺子里也没什么大事 就算有 也犯不上他操心 宋怀仁操心的是 锦上村光交代的人物 这可不太好办 可不好办也得办 脑子里想象着那些金光灿灿诱人的金条 他硬着头皮来到张讲 张又玲似乎对宋怀仁不大满意 爱大不理的问道 我听说你在上海要娶姨太太了 有这回事吗 宋怀仁赶紧否认 没影的事纯粹是造谣 那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呀 您交代的事半不利落能回来吗 他往张又玲跟前凑了凑 东家 家和商社的日本人 惦记您那家传的柳玉图和西林圣母帖 他们出大价钱 张又玲不耐烦的挥挥手 过些日子再说吧 惠远阁陈掌柜的那档子事 您还没忘吧 闹得倾家荡产 老命都快没了 零到了还得把话交出去 何苦呢 您掂量着办吧 宋怀仁割下这些话 转身走了 张又玲看着宋怀仁的背影 啪的把茶碗摔在地上 宋怀仁听到了身后的响声 不过他这会儿不打算跟张又玲计较 等这老东西交出了柳玉图和西林圣母帖 再收拾他也不值 宋怀仁想起 刚才从铺子里出来的匆忙 忘记拿那个记录他人反日言语的小本子 这可是珍贵的资料 万一被伙计们看见 不行 还是取回来踏实 于是宋怀仁又折回了琉璃厂 到了荣宝斋 门口还没进去 就听见了警笛声 宋怀仁站住 只见东边的街口上 日本摩托车拉着警笛在前边开路 防疫车紧跟其后 正向这边呼啸而来 车队在荣宝斋 斜对面的谷渊阁门口停住 摩托车上跳下来的日军 驱散了游人 封锁了道路 防疫车上跳下来的 穿着防护服的日本兵 则冲进了谷渊阁 谷渊阁内 煞时传来了哭喊声 叫骂声 稀里哗啦的杂东西声 和日本人的吆喝声 啪 一声枪响过后 里面安静下来 谷渊阁的卫掌柜和伙计们 被日军连推带嗓的 轰上了防疫车 警戒的日军 把谷渊阁的大门封了 路人焦头截耳 看样子 谷渊阁里有人得了胡略拉 哟 这下完了 听说被日本人拉走 就回不来了 防疫车开走了 人群散去 宋怀仁胆了胆 常山上的灰尘 这才迈进门去 赵三龙邪愣着眼睛看着他 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 一臭伙计 居然敢跟宋会长犯戈 活腻歪了是不是 宋怀仁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斜眼看我干嘛 有毛病是怎么着 你他妈才有毛病 一肚子烂砸碎 赵三龙怒气冲天 赵三龙 你骂谁呢 找查是怎么着 我骂那不干人事的 人家古渊阁的魏掌柜 头天辣肚子 日本人今天就知道了 是谁告的密 谁他妈自己知道 宋怀仁简直是蹊跷生厌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赵三龙 你小子少跟我这纸仓骂怀 卫掌柜的得了病就得去看 人家日本人就够意思了 看病不要钱不说 还来专车接病人 天下哪找这好事去 要不是我回来的及时 妈的 果然是你搞的密 宋怀仁 你他妈怎么这么缺德呀 姓赵的 你嘴干净了点 别找不自在啊 你骂谁呢 我就骂你了 怎么了 惹极了我还揍你呢 姓宋的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 也就是日本人 养的一条腰尾巴的口 你敢 你做我一下试试 赵三龙抡起一拳 打在宋怀仁脸上 宋怀仁仰面跌倒 赵三龙扑上去 骑在宋怀仁的身上 左右开弓 照着宋怀仁的脸上 一顿暴打 宋怀仁挣扎着惨叫 来人啊 杀人了 赵三龙杀人了 赵三龙越打越起劲 旁边的伙计们 嘴里喊着 别打了 别打了 可谁也没上去 把赵三龙拉开 张又龄心里憋闷 离开家到鸟市上 去散心 老太龙中的徐连春 见张又龄走过来 放下鸟笼子 迎上几步 给张又龄做衣 张先生 谢谢你赏了老辈子爷 一口棺材 您的大恩大德 这事无以回报 下辈子 当牛做马 一定奉还 您客气 专事办完了 徐连春点头 办完了 老辈子爷的东西 就剩这只窝橱 我带不走 顺手把它卖了 换俩盘着 我就回老家了 张又龄 逗着笼子里的鸟 一个头戴瓜皮小帽 身穿保湿蓝色的长衫 手里拎着两个鸟笼子的中年人走过来 他在张又龄的身边停下 冰冰有礼的欠进身子 张先生 少见 张又龄看了半天 才认出来 他颇为意外 锦上先生 怎么 你也玩上鸟了 入乡随俗嘛 我闲来无事 顺便玩玩 您看 这画眉怎么样 锦上村光 把左手的鸟笼子递过来 张又龄接过来看了看 摇摇头 你玩画眉还差点意思 这种鸟讲究溜 得每天提笼上街 两臂用力轮换笼子 索性路程只能增加 不能减少 你有那么多功夫吗 这个 还有那么多讲究 锦上村光 显然是不懂 当然了 玩鸟的学问 不比鉴赏字画少 就说这话没 张又龄一时兴起 正打算给锦上村光 扫扫忙 李山东气喘吁吁的 跑过来 东家 李山东看了看锦上村光 欲言又止 锦上先生 失陪了 张又龄把鸟笼子还给他 徐连春拦住张又龄 要不然 这只百灵送给您 张又龄摆摆手 谢了 自打我书过世以后 我就不沾这东西了 回见 张又龄和李山东 向鸟室外走去 徐连春 就是把鸟笼子 拿给锦上村光 这位爷 您瞧瞧 正宗的进口百灵 张家口来的卧处 货真价实 两人讨价还价起来 走出了七八丈远 李山东焦急地说道 东家 前些日子来过的 家和商社的那两个日本人 又来要柳玉图和西陵圣母铁了 给了个三天的期限 王经理也没个信 您说咱怎么办 张又龄听罢 皱起了眉头 还有 李山东犹豫了片刻 赵三龙把宋怀仁给打了 打得不轻 性宋的鼻青脸肿的 去日本宪兵队告状去了 活该 那赵三龙呢 他怎么样 我正要跟您说呢 赵三龙打完宋怀仁就跑了 连铺盖都没拿 他留下话 李山东环顾左右 压低了声音 他去西山投拔路了 张又龄站住 这样也好 要是我年轻二十岁 我也去投拔路了 回到家 张又龄给天津挂了长途电话 贺锦堂说 早上王仁山已经离开了 张又龄提着的一颗心 放下了半截 王仁山紧赶慢赶 晚上终于带着仿座的西陵圣母帖回来了 张又龄迫不及待地展开 细细地琢磨了一番 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仿得还算不错 是个高手 价格也不低吧 王仁山擦着脸上的汗 那当然 这种人轻易不露手艺 一露就是天价 若是没有可靠的人介绍 您还真找不到他们 哎 总算是仿出来了 剩下的就是装表了 你估计最快要多长时间 怎么也得各把星期吧 张又龄摇头 不行 太慢了 柳玉图怎么样了 已经完成了 张又龄指了指东墙 柳玉图悬挂在东墙上 王仁山走过去 仔细看了看 禁不住称赞道 八爷的手艺 果然是非同小可 小鬼子就算是对照原作 也未必能识别出来